太好了 好 我們今天繼續開會 今天原來是單位工作檢討 第一位登記直取的是 林東滿議員去拿時間 現在是10還是20分鐘 1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大家早 那 建設也對 現在在 那個 那個 我們那個套位這門是哪一個科在 套位 套位 農地的套位 中文科 中文科齁 那副科長是嗎 好 所以這個業務方面的 那副科長您請坐 我 這個大家來請教副科長 我老公不對 我也同意那個副科長 你讓我接受你的反執行 我們把事情先釐清 那個 現在我講的是 屬於 後期 你們會認得是個案 那就是說個案 有一點瑕疵的話 沒有來 即使來做一個修正 會變成一個通案 那麼會變成我們的行政效率不髒 也好像說 一個業務 讓老百姓繞了一大圈 又回到原點 並且也會讓一個好像 讓人家感覺會 這個老女傷財 是這樣 一個個案是 原來 原來那個農地是套位被管制 套位關節嘛 就比較是頂端的頂端文 那麼 那麼 那個 他們把 他們把那個原來被套位住的 那一塊地 他們就 跟他申請解套 申請解套 已經解套了 那麼我們解套之後 然後 我們是不是公文給他們說 他們要把使用資料拿回來 限他一個月 對 公文給他嘛對不對 是 這件事情不曉得 郭科長你是不是不知道 他 他是能解套 他解套的話 是符合他解套的要件 我們先生就要請他把使用資料 一個月內 拿到我們先生府來 我們在那個住基 就是那一塊地就解套了嘛 那解套之後我們的行政成績 是不是 我們裡面的檔案資料要解套 甚至於我們還要喊給地政單位 是不是 要這樣 好來 那解套完了 之後呢 人家又來拿這塊地 解套的地 要來申請無套位證明 那竟然送進來的案子 要申請無套位證明 我們主辦人員 給他推 推薦 說這一塊地 還在 還在那個套位中 還在套位中 那等等 那 老百姓 就很納悶啊 就打他進來問我們主辦 我們主辦還是給他想說 沒有啊 我的資料 我的檔案裡面就是還套位中啊 我也想著這個案子就是 很巧說辦這一件的是同一個人 假如說不同人的話對不對 他說沒有啊 解套也是我去辦的啊 我手上有你們先政府的公文啊 公文讓我解套啊 我也把我的所有前套 食用指照拿去 你們已經解套完了啊 他說 但是沒有啊 我的檔案裡面就是還要套位中啊 你看怎麼辦 那就在那邊爭執了啊 那現在好多就是同一個人 對不對 他手上還有 縣政府的公文 結果你們主辦說 好那 你把原來的公文再 寄回我們縣政府 結果寄回縣政府之後 竟然是我們的錯誤 人家解套啊 你不一樣解套 今天就有 手上有那個公文 不然他說 他的檔案是 還在套位中 我意思說 類似這樣的話 像 這是不是我們自己的 行政作業上 有一點瑕疵 是 因為師父 是不是這樣 主長 可以這樣解釋嗎 這個 因為 我講過過程 你聽到嗎 我說明一下哈 那個 因為我們今晚課長期哈 那個 人員都 正式 記事都比較少 我們都請一些代理的 好 啊可能代理也對行政作業 也不是那麼了解 會產生這樣的疏失 這個確實是我們 承擔人員的疏失啦 我們會去 會深入檢討 那你們現在 比如說 我們所有的案件 不能是 那個 人家過號進來 或是解案 你們不是坐在電腦裡面 都有那個 錄案嗎 對 他可能是查那個 原來 申請建築執照的 原始檔案 變成你現在是 後段 後段是 那個套匯的 解除嘛 解除那個是 處理公文而已 在原始的 建築執照資料 那我請問你們 你們在辦你那個 土地套匯 無套匯證明是 同一個人嗎 怎麼辦 就是分區域 分區域 分區域 有分區域 他如果還沒有離開的話 原則上還是他本人 所以我現在想了 後襲 你的解釋是說 後襲 當時的解套 跟現在要辦 無套匯證明 是不同人 不是 他解套是 以原來建築執照的資料去解套 他是一個公文案件 他現在又新的案件 他還是去調原來建築執照的資料 原來建築執照 他沒有解套 他是處理公文的解套 他就去調原來的建築執照 變成那個 他應該是調 後來公文處理的解套那個 那是不是你們要回來的要注意 你們是不是 用這種業務的流程來注意 我們要檢討 我是意思是說 我這裡說這個個案 相信如果有個個案 就是醫藥就會變成通案 這個部分我們檢討 就是我們在原地的建築執照 的資料上 我們會去背書 這一定解套 該做什麼資料 你如果說實用執照 跟解套 你比建築那種原因 你也要更加 是 我意思是說 我現在說這個個案 不就好在跟港人來辦的 不然不是港人來說 你跟他說解套 我說沒有 所以這一點的話 是不是 那個處長跟 我們來檢討 這個 繞了一他千回來 讓人走完都路 是不是 是 老闆的時候 如果做不對 你們就一種公文去 就要自己發 就要這樣欠 那你們如果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請說 那不然說 通案真的會可以笑 不會笑我 會笑你們會笑 好 課長你請坐 我們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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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有 誒誒 誒我們所有 誒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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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網路時代的 現場也要推出我們的 要網路到家服務 像這個要查住 有那麼難嗎 比如說鄉鎮公所防衛稅就可以查住 地下稅又要到稅甸處來 所以這照想很大的不便 比如說 長斌的案子 他為了要來查住 又要跑到台東稅甸處來 蓋個章 又要哪回去成功地震事務所 做理 是不是有這回事 跟林妍 跟林妍報告 這個不用 因為他一樣要到地震事務所去 在地震事務所就可以查住 沒有 昨天他們才跟他說 反正防衛稅在當地的鄉鎮公所 就可以查住 地下稅 都要到你的稅甸處 我在想因為鄉鎮公所目前還沒有 幫我們服務地下稅這一塊 所以他只針對防衛稅的部份 可是地震事務所部份 是有跟我們做這樣的合作的 那你 你現在所了解的範圍是 在地震事務所就可以查住 是 好 OK 那 因為我們一樣要到地震事務所去 申辦這個 離轉嘛 所以我們跟地震事務所合作是相對 可以讓民眾就是 只跑地震事務所 好像不是喔 你稍微出來 我確認說我在 好像他們是說 房務稅就在鄉鎮公所嘛 房務稅就在鄉鎮公所在課徵的 那地下稅還要到稅間出來 假如說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入床 入床你們的興奮流程是不是這樣 因為那個土地移轉 要必須申報那個土地增值稅 不管你要不要找到要申報 要移轉 那我們上面會就會加住說 就會蓋給他說是不是有欠稅 對啊對啊 就查住有沒有欠稅 對 違章是不是 違章嘛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不用他另外再跑一趟 因為是土增稅的這個移轉案子 只要到我們這裡 他一定要申報土地增值 分開來講 當然土增稅的稅 算完之後 還要我們那個 那個我們申報算完之後 還要來這邊 課徵那個稅 因為我們講的是行政作業的流程 光假如說 要查住地價稅的話 是不是 你可以考慮這方面 在當地 如同你剛才講的說 地震失所也可以啊 因為這個案子到最後 還是要回到地震失所 塑禮啊 所以這樣的話是不是 不要讓我們 因為台東縣的這個 這個 浮地很遼闊嘛 你說藍維縣的 實際上還要跑到我們這邊 蓋個章要拿回去 觀山回得成功 這樣是不是會好像在 感覺現在的時代 應該不是這樣的 事實上我們現在都跟各 機關有跨機關合作 那當然這個地震稅 不問我剛有跟林燕 包括是跟地震失所合作 那可能細節上面各案的部分 如果不清楚不了解 我們再做一個 加強先導以外 我會做一個說明 所以你現在很明確的是說 地價稅要查住 不用到你們身間吃 在地震失所就可以了 地震失所 就可以了 確實是這樣 好 我了解 那我的證明就在這裡 謝謝 謝謝主席 歡迎林議員等一下繼續 繼續來登記質詢 下一位質詢的議員是 田石雄議員 尋答時間10分鐘 好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徐先生我來請我們 這位屬吳處長 你好 那個 典勾會 我們交通部有一個那個 那個 單位鐵輪那個 電視劃隊那個一個 一個說明會你怎麼去 我沒有 我沒有去 你沒有去 是 我是在 我是在感到說 我們現在 人 沒有去 沒有去的電視劃 還要做 齁 我前一天 我沒有去到 彼岸 彼岸 看那邊 他們那邊有很多的意見 他說其實我們 台東 現在 發展在台東 要把我們這個城市做大 因為台東 因為是一個 很好的地方 這幾年來 過了我們 網友 這樣在建設 真的 進步這麼多 他們就是在說 現在因為 我們 南位 鐵輪這個電視劃 這個 應該 就要 我們 鐵輪 我們 台南三 開始就要 高價 他才到 地本 那邊 這個 這個城市裡面 經過 這個 都做了十幾個 這個 邊高度 齁 對 這以後 做的 對我們台東 這個 都 發展裡面 是一個 非常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啊這才到這裡,我們這裡到日本,大概15分鐘嘛 大概也是差不多,早上越來越開就越走 這樣就到了,越來越後,我們的中心,我們的中心球 我們的中心球到現在目前為止,也差不多了 所以在中心路這個地方的橋,變化線,就是非常嚴重 甚至於都是死亡比較多,有樓梯過A,變車卡到A就去了 所以因為這個中心的空氣,我們直接說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設定一個名字代表我們就是要講 所以要一直這樣說,你如果這樣下去,我們台南市的病情很快 因為我現在風電開始,現在也發展到這樣 現在在風電這裡,也開始起四五間的飯店 而且人口一直在增加起來 所以說,我們要有一個長眼之際 因為當時,我這十點我也跟我們家裡說過 因為就是說我們的中心,中心路橋這個 如果我處理,鐵路如果沒有我處理,這樓梯一定會處理 他跟我們家裡看 這個我們處理的意思 這個部分,我的理由也非常需要 在台東山跟日本山這個鐵路電企劃 才能說有高價的部分 因為這個有鐵路主隔,大概是鐵路兩邊的發展 改成第一,那個高價的 其實就像正如田園所說的經費也發的很多 這個部分我們來反映給鐵路局 另外,反映給人家適當的機會 我們也會再會一種,我們會提出來 這個大臣很麻煩,我們處理,拜託,拜託 我們台東山這個發展,這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說,用不成,用不成,不知道 因為現在還有這個,抓總統 因為這個,當然這個,是不是大家看的有落差 但是,沒關係,你也是要認識去撞 只要你做處理的一天,你只要去撞 因為我們台東山這個八成,齁 我常常在說齁,用這個路做的 不是只有我們台東人去撞 所以,大家發展,大家發展 大家發展,大家發展,大家發展 大家發展,大家發展,台二十幾千 我們這路都是無理性的做法 我知道,我請問我們作為齁,齁 其實,我們的作為,我們是去發展,去幾次 我們是去賓,都去賓,都去賓 要賓,我們全國八成在走嘛 所以,因為我們在在國内外外外走 所以,我們跟市場發展,這些這個,這個這個 這麻煩非常重要的做法齁 齁,所以還要麻煩我們處長齁 安婦,根本就來處理 因為定義大會的時候,我也會跟大家演一雙魚講 因為這是一個對我們台東來講 要用我們賣錢夠的菜單,現在要做才會生 你看錢就這樣一條浪費說了 以前我們做小孩的時候就開始在講了 講到現在我六十幾歲了,現在大家在做你看 所以這是真的不簡單啦 我們也祝你這麼多,謝謝 我來聽我們那個水泉酒門機長 這個 我來建議一下 你們最近都在整理這些 我們早上就是我們陳議員陳先生說的 我們開始在整理一些小事務 一些這些這些業者 都在他們土地墨學院裏面 沒開這個發宅 當然我們台東是一個的賛官 田議員那個不是我們開的單 啊? 蛤? 那不是我們開的床 不是你們開的床 但是我現在說話聽啊 大陸的錢在開都你們開的 又不是你們開的床 不是啦 那不是我們開的啦 我知道啦 不是你們開的 但是跟你們都有關係 所以 因為我們一個政府機關裡面 你們一個工廠 一個工廠庫就要向我們建設處 像現在農業在發 就發問這個 這個 這個 這是 不是你們的嘛 這是農業室嘛 是啊 目前我們大陸的官員所接到這些大 很多 我是這麼說 因為你們 要關什麼 因為我們 什麼是一個政府機關 從那一條 關這個六八世 是非常不對的事情 你像你 我們現在農業室齁齁 那一次你們 你們覺得要五年 現在要殘言說 你現在開始 你現在 你的家 有問題 你的家 由我們 都市計劃裡面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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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出道 因為 我們是一個 我們正在轉型的一個縣市 就是 真的所有這個 這個康埔 不要在這裡八世 無法這樣 真的 管著我們那些科學 這個科學 那個科學 那些科學 真的八世都不知道要怎麼生存 齁 所以這 這個大陸的損事 跟你無關 但是一般就是這個 水埔的問題齁 應該是 你也要去檢驗 真的 真的 我們大陸的 我們大陸的官 真的是很散步 不對 但是 有時候 這八世 那 這個水埔的 去哪兒 也很辛苦 齁 所以 你 有時候 你這裡 有時候 你這裡 有時候 那時候 也是 我們可以轉型 我們是一個 當你回到大陸的 大陸的官 說 有時候有時候 就看我們不會去 我們再對我們 八世這麼殘忍 我說這 那是有時候先 說一個弱行為 真正是 不大好 齁 因為 我們就發電子走得快 要是跟我們對就對不到 現在可以 明年不可以 後年不可以 只要說 這個 這個案子 已經 九年可以 今年又改了 齁 所以 我們希望 我們再做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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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想一下 我們是一個 以前 一個非常簡陋的 一個 一個 台東縣 只要有這麼 發電 這樣 不不不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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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做 齁 這 要不 你請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以前 跟我們記者先生 小姐 大家好 謝謝 我們的 建設處 生理好 來 家長 我先問你 是 我們 日本大牌 那 水位 那是 不是 我們水利口 日本大牌 那種 是 這也是 是 為什麼 農民 的水 要不然 因為農民 農民 要不然 他不然 死去 農民 去看 你們 水利口的火箱 怎麼說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火箱 他說 這是 私地 這是我們 水利口 不敢 老伯的 民眾 要 請 他請 外套 去做麻 他水銀出來 他也不能 這樣 這樣 減棄 那 官房在那 那 中間 序 所以 人們在那 減棄 說 他會減棄 他會減棄 他在那 他減棄 這 這個 這個 補蜊 這是 所謂的 這個 這個資本勢帝他大概是不是 政治王爺所講的 那勢帝現在成立了 目前就是一些那個 沒有政治的成立 愛鳥人士他們認為說 他應該對話成勢帝 但是目前他還不是勢帝 市長我的建議 那個真的也要成立 我建議說那一條大牌子 你給他改道 讓他去 給他去 這個部分 我都 我都 日本就好 這個有水 我是不是把那個設馬跟那個 我都 直接擺到那個太平洋 就直接 你不要 那樣 那樣 那樣也沒有那條有水 就不會失地了 以後日本有學校 也要建設 就說有一個問題 商業社會 環保社會就來了 所以說你們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日本有三百家 有一個那條水 時間還不可以燃燈 因為那些失地也成立 所以喔 作為公立裡面說什麼 外船三百 不要說一公立 三百個就不能燃燈 日本的藥局 就去掉了 跟民眾 先我都不用燃燈 那外船 在那裡有外船 什麼不行 就像現在水嬰 把貝寺 吼 吼 海水一邊海外 海水來 民眾 要做電話 這樣說 這樣也不行 所以說 我們 政府好像比 商業社會 好像比較沒錢 人家跟我們說 你們說你們 沒辦法處理 這處理 我再問你 現在民眾自己 不要讓你們開錢 民眾自己開錢 做網 可以嗎 不要讓我們自己燃燈 這樣 他的土地可以 民眾的土地反而可以 他做過這幾年也不行 那就是民眾自己的網 做法管理可以 不要讓他燃燃燃的 因為那些火 就說不行 不行 你們管家自己 叫你們去 你問我 你說那些也不夠 你說師弟 那不是 那是 目前你那個是 管家會土地 那在 你提醒 土地範圍 你要做法 就是 那些 剛才剛才教的民眾 對 民眾人 你要做自己的土地範圍 那些還不算 所以你怎麼都要 你們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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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你們的污水 喝到人的污水 那是白水 那不是污水 那污水 那污水沒拿好喝 我們可以喝 那日本地區 白水我也不會喝 現在是建燃你的水 有缺的污水 現在 日本你建 建藥 我建給你 那些污水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對 所有的污水 都在那裡 對啊 不然你說不是有水 和那三個蜘蛛 三個大蜘蛛 白水 差不多 都在那裡 都白掉 沒有那裡 怎麼有水 那水 有那個 雀醇的 一些 水位而已 所以 都也是 加點水水 很多 所以說 整個這個 我們的民眾 跟那個做 你們說 你不敢做 我們就沒有政府 對不對 不然你們 都在那裡 擺掉 你 要不要讓人 把他減肥在那裡 不可以說 把他減肥在那裡 我再檢討一下 主要 主要是 色馬乾排水 他會出賣那裡 不直接 做到太平洋了 我不是 是不是中心幾個 我把這個 有辦法擺出 直接擺出 這在那裡 先一些方湯 先一些湯 先一些湯 魚 這也都會來吃 當然 三秒 都會好人 每一天 都會幾十萬 都會領 都退休 都一些高休 什麼休 你看 當然也很好 高中 跟一個人 都來看 他們吃飯 因為沒有台東名 沒有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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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點 我們簽我們的處長 跟我們煮一顆 你不會想煮 就說 這是什麼 農民比較重要 顧人 人先顧 你農民的生活不餘 你看 有這麼多看 這個部門 一定不會影響 八成 在經營 或是 他的土地給水營到 這個部門 因為這樣 所以 我們那個 大排的部門 把它清出 真的 拜託你們 民眾 如果也有幾點 再做 來 你們要考慮 你們不用擔心 你放在那裡 國神 現在不可以 擔心 擔心 池地 有的 沒有的 這點 我 八成 大家就 很感人 八成 那個 財產的安全 這是我們的第一 苦路 風太大 水都喝過 風太不用說 風太 一直喝的 風太來 天才不可以 你平時要自己去注意 還有一點 現在說到污水 我覺得 我們地本污水 都很成功 先感謝 但是 後期的經營 我就建議 下水道課 那個 後期的維修 那個經營 那邊 因為那些油湯 都會卡帶 所以說 我剛才去做一次 因為 日本那裡 我現在比較沒有 差不多 一個月 兩個月 就再撞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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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那些都是 有啦 我們有 就去年底 我們有展一條錢 去幾個工程一次 可以嘛 我也不想說什麼 等一下 會發現那些事情 但是 你也是要去的經營 那些 為了我把清清洗 比較接清清 不要再撞出來 這個經營比較不好 是 我現在的定期 所以 繼續到現在 現在到日本 三庭 那個 中庭 中庭有四庭 都做好了 那三庭 有做一座座座座 到五百五十行 座座座 真的 是不是可以繼續 多來做的 有 我們那個 那個 就在日本 鐵路 廚頭這幾個 在幾個 那就是從日本三庭開始 也沒有廚頭 就像日本 你跟建立 建立 建立是做三分之一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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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 我們怎麼設計當中 啊 這個 做了一個 有很多 那偶像 東西 開始 建立 這有水 其實做了人 就知道 就喝了家中 酸 那個 蚌糖 比較不蚌糖 沒有以前 蚌糖很少 現在做了 就 沒問題 也沒問題 你說有水 都在這裡 去處理過 這 請我們的 廚長 繼續 快 快一點 啊 吻崖 吻崖 有沒有做 吻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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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就是 吻崖 都是做的 有的 現在是那個 那個管線的問題 那高低部品 還要轉送 我們 是 龐點 那又沒有 跟網員報告 那個 因為你想到的 大概就是 是它那個地勢比較低的地方 那這些部分因為我們現在原則上是靠重力流 重力流就高度在操作 那像那個阿牙旺他們下面那個 他們的地勢比較低 他必須透過去用送水的方式再上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在後面的規劃會再納入 因為上一次的時候還沒有納入 那阿牙旺那啦 別重古啦 因為他們地勢比較低 那整個都用抽水再抽上 阿牙旺長喔 阿牙旺長喔 這個汙水值得做感謝你們 阿一雙謝謝 好 謝謝王菲龍議員 我們接下來 質詢的是洪宗凱議員 請大家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麻煩一下那個我們建設處長 有關 剛剛王議員說的資本師地的部分 本能有不一樣的看法 這個在上一個會期的時候 我也特別做了一個簡報 有關資本師地的部分 那也特別要求建設處呢 在那個地方做一個標示 就是希望不要有重機去進入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想問這個地方現在是 公有的土地還是私人的土地 這個應該是原來 目前應該是就是在這個範圍 有部分就是 大部分都是公有土地 就政府王議員現在講的 有一些是私人土地 那私人的土地怎麼會在這個BOT的標案裡面 不是 就是在隔壁 隔壁 那所以他現在把 他這個 長期都沒有管理嘛 長期都沒有管理 所以有一些是私人的土地也變成 在那個方向 去陰到這樣就對了 對 水也會去陰到啦 那如果在 蘇聯的土地我們沒辦法管 但是我們公家的土地 我們會被圍起來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公有土地 它是在 當初接地的範圍裡面 在管理處 這關機關應該是管理處 在管理處 對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的主要的管轄放完在管理處 對對對 好 好 所以我們那個 隔幾天之後 管理處的單位質詢 我們再來要求他儘快來做 現在最近的幾天的新聞 卡達地部那邊的 族人 還有資本很多的居民 針對於資本失地被挖一個洞 這件事情大家是非常憤怒的 大家看法不一樣 是 這個環境是大家的 或許那個旁邊的私人土地 是部分少數的農民 他們的自己私人的所有的這個部分 他說他被放牧 還是什麼造成他的影響 所以他把汪汪水壞掉 這我想 這個資本失地 還是有他的一個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性存在 所以我還是要表達不一樣的看法 我希望這個地方能夠被保留下來 好 那這是資本失地的部分 主長我想問一下 新生停車場也是貴族的業務 現在有收年費的這個停車的民眾 就是你收年費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還不是沒有了解到 因為我們是這個部分是委外經營 是是這部分你把它稍微建議一下 因爲民眾負年費 但是年費的話他就給你一個證 就是你可以自由進出爐 但是沒有跟你固定車位 譬如說 駕駛的時候 車量比較多 所以停在那裡 好像他自己要去找一個停車位 不像一般的民眾他要找很久 所以他沒有固定車位 那這個其實影響他們自己的一個權利 所以他是說 有的是老火人 老火人他今天停車停這位 名字停那位 在那裡找幾部 結果他自己不知道 車停在哪裡 你知道嗎 我們比較年輕 對 所以他會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固定車位 那你說固定車位在比較 邊邊 或人比較不要停的那位也沒關係 但是最沒有固定 他比較好 我是不是固定區域 年費的固定區域 所以這一下要有隨時都有保留幾個空格 給那些人 是 這跟麻煩建設處來跟廠商來講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有關 我們的馬亨亨的慢車道 那個人孔蓋 因為當初在做的時候 那個人孔蓋已經比較高了 所以 自行車 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 那些自行車道 那些都是自行車道 那些自行車道 所以 對民眾 不要說自行車 連自行車 連自行車道就很危險 如果是自行車的話 恐怕 搞過 速度快一點 可能會爆胎 所以這個人孔蓋的部分 看是要怎樣進出來 把他降低 應該是整個 從馬亨亨到新安路 都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跟馮媛報告說 這個問題 我們本來就要腳踏車比賽 馬亨亨也是他腳踏車比賽 我們本來就打算把那個 就是人孔全部下地 因為那個 一些管線單位 他們配合不及 所以我們現在 另外有一筆錢 就是爭取體育會的 腳踏車改善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跟那個 管線單位都講好了 那也 也會在今年度 把那些人孔都下地 都下地 所以這一次那個 比賽場地 我們就變成 農道 那個 慢車道去 去重新部 是 那到時候這個工程要施做的時候 再麻煩建設處 跟我們通知一下 我們來現場 給大家看一看 那另外一個是 也是我們縣民 大家都非常關心 就是有關 南京大海現在的一個進度 有還要做 這個農特產品展示區嗎 當時我們有提 當時我們有提 那個 都市計畫併根 阿北線 也有一些意見 一些意見 目前我們 我們 我也還跟 水利費在擋 我們現在 走的方向大概是 就是 是不是找水利會的土地 然後 增加它 利用價值 我們把 在都市計畫區的部分 它的土地 我們增加它利用的價值 然後 它原來南京路的部分回饋 但是這個案子 它確定的 要變更的 都還沒有談好 所以現在變更的方向是 南京路的這一個 已經填起來的地方 原本是要改成農特產品展示區 這樣的一個使用用途 阿南京美感 現在變更的方向 還是朝這個方向 還是說變成 還是跟過去一樣 叫做園林 綠地用地這樣 應該是說 另行其他方式 就是處理看看 是 就說我找 水利會的其他的土地 來變更 變成 低使用價值 變成高使用價值 然後它 南京路的回饋 南京路原來的地帶 就是原來水溝 這個回饋 這個回饋 也限制我 因為它現在是公共設施 嘛 那現在有沒有預定 哪一塊地 就是說 水利會進 要用這塊塊來變金 譬如農地要變 商業區 還是 建造商業區 現在都要在當中 那不確定對一塊土地 沒有 那那個 桂林北路 水溝有要關嗎 這個部分 因為桂林北路 大概我們會以徵收的方式 用徵收 是 徵收還用市價 要跟它徵收 還是 現在協議價格 協議價格 就是市價而已 那是那個 看怎麼說 是 協議價格 不再加市場 沒有啦 我是覺得 沒有 那個是徵收 徵收是以公告限制加市場 那協議價格就是 就是 就是市價嘛 就是協議嘛 我們 我是覺得這樣 政府機關 我不知道 什麼 我們跟水利會 當然有些 私底下的一個協議的部分 這個 在賓上看起來 是 不太能接受 怎麼說 我告訴你 我們本政府跟水利會 從來沒有私下的協議 水利會 本身是 他是一個 公法人的信使 是 那公法人的信使 當初他的土地的取得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政府無償撥用給他嘛 這不就對日本時代 的時候 大家的民眾 官出來的土地 你是代國 這當然 5201後 新政府 上臨的公平正義 所以是怎麼處理水利會 所以我想說 不管是水利會也好 農會也好 這個很多東西 應該站在一個大眾利益 來考量 而不是說 只有針對他們 這個團體的利益來考量 所以 有關南京大牌 但是 以土地登記制度來講 土地畢竟是登記什麼大 市長 當初我們南京大牌 他的 水利會的一個取得 是怎麼來的 據我的了解 這個應該是 在民國35年 土地總登記 本來是 日本政府 所謂的日本時代 在日本時代 所有的相關單位 日本 什麼會社 什麼會社 就跟水利會相同的 性質的 直接移撥給他 對 對 現容會的也都一樣 日本時代的單位 就是受到公家的單位 對不對 這個我就不了解 是啦 就是公家的單位 因為日本人就是公家 不過他那是 他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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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是會社的土地 都是什麼會社 什麼會社 所以很多 台廠的土地 很多 也是這樣 以前有 會社就是 全由台東 是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當初取得的方式 他當然是要回饋給民眾 當初一開始說 這個公債的政府 經營的時候說 700萬 聽說一開始的價值 700萬 一直蓋一直蓋 蓋到3億 政府怎麼有那個能力 可以徵收這個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 但這也不是政府的問題 他自己本身要有這個 修法說 他去做一些有利於人民 是 我們也有很多 這部分 馮媛報告 跟協力會長的溝通 我們都常常在溝通 好 這個部分 對市民最好的方式來處理 好啦 我希望南京大法還是朝向 不要做農特產品展奏區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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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請 謝賢玉議員發言 請大家時間10分鐘 謝謝 主席 我們各級處長 那個 在這個 這一次的 這個工作檢討 我有一些問題 要請教一下 我們 這個建設處 處長 請教您一下 老師 我們 台東有 那個 社區 或是說道路旁邊 是沒有水溝的 有這樣的 地段嗎 在都市計畫區 應該都有水溝 在非都市土地 沒有水溝的機會 非常普遍 非常普遍 好 是 那 如果是像 立島 首先我要先感謝處長 因為 自從 這個 你當今天處長以來 我們立島有很多事情 在你 在你的幫忙之下 我們都完成 也讓百姓感到非常的高興 比如說我們那個 七段徵收 事實上 沒有那個必要 那 處長 也讓百姓呢 能夠把那個 七段徵收那個 案子 來解決掉 讓百姓也不必 閒在那邊 土地不能用 也不必用 共同開發的方式 這個是 真的是 像這樣的政府 就是一個德政 真的是德政 你說 三四十年來 有一些都市計畫的 議定地 你給它限制住 你政府又不給它架構 然後 一弄 就是從 日本時代到現在 這個實在是說 每五年檢討一次 這個實在是沒到底 那我現在就是要跟處長講的 就是說 從公館到 你去過立島嘛 公館到 採口到公館 公館到採口這一段 他這個 環島的公路啊 他有一個 稍微有一點點斜坡 那下雨的時候呢 因為那個 路的旁邊呢 就是 幾塊田地 就是 山 那道路的兩旁呢 沒有水溝 那下雨的時候 那一個路段 老是積水 就從我當代表 當主席的時候 每一次都反應 夏村考察 我也當初那個 李香港我也帶他去看 那這個問題 一直閒著沒有解決 我看 如果鄉鎮 鄉的財政困難的話 我們 建議處在 年底要編預算的時候 請處長 這個事情幫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 路面積水 第一交通的問題 第二 其實對那個路面 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 處長 我們如果是一個 照你所知道這樣 如果是一個 這個會 污水處理啊 最簡易的污水處理 差不多多少錢 一個處理 處理 怎麼講 我記得去年 去年 立島有 就是 環保署有 有補出 一個就是 那好幾年了吧 大概是 三百萬左右 是齁 很像 有補出 這個是環保期在做 環保期 應該是環保期在做 這個環保期的話 我們就留在環保期那裡 再來 對不起 剛剛你說那個 路邊排水這個 我那天 上個禮拜去立島 有順便有看 因為立島 目前道路開閉 它是 就配合現況 所以高低起伏的 落差蠻大的 也有去看好幾個地方 就是部分做 然後 在 路旁都會做排水溝 但是在 比較低發的地方 我們會 側溝的方式 就排入那個 排出 是 現在就是這樣 就是它的那個排水溝 會有 有一段就會排出來 有一段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裡如果 那裡如果要做排水溝的話 因為那裡 現在這個民宿啊 這個生活會水太多了 你如果是排到 一般的水溝 然後那裡 下大雨 下大雨 積水又把水溝的水 沖到那個路面來 那這個是排水溝 我的意思是說 以後我們設計 要設計排水溝的時候 就順便 要找它的出口 要淋向大海 對 那邊積水就好 那因為時間也很短 那個 處長 你這次去看的民隧道 我們那天碰面 時間很短 那你跟我講的意思是說 如果做民隧道 因為那個地方 畢竟是一個景觀點 對 景觀點 啊我去看了以後 因為像 公路局在那個 要去太遠那邊 也有做一個 邊坡保護的 我認為是做得不錯 我要請那個 一個 這個 東河農會的 金河會傳給我 我請他照一下 傳給我 大概是 邊坡保護的方式來做 就像我在 在山坡的部門 我們就丟一些例子 放在山坡 去保護 不要讓漏室 漏室再拿下來 這長 他那是什麼漏 民生 因為 梁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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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 維護會員要去打 那 你如果說民稅道 這是 醫療用餘 不對 是說會破壞景觀 啊 現在我們 我們怕破壞景觀是因為 我們造價 民稅道造價會比較大 是因為 這個民稅道 又有環保團體 會抗議嗎 我個人來看法 我剛才有報復 那是一個景觀點 警官等於說,為什麼會有這個警官,就是長久下來地形的變化 我們如果是做民隧道的話,它也有那個警官 尤其地島是有觀光區,是不是有那個破壞警官的遺利,這個我們要考慮 處長,就我尊重專業,我也響應這個環保,然後注重警官 那這個我請處長就是說,你既然親身到那裏去看了,親自去會看了 就請處長,這個加快腳步,像現在游客那麼多的時候,我有時候會讓人家抓 因為砸死過游客,砸壞了一部車,然後兩個,車子裡邊兩個人是送馬接用直升機送過來 我們這種事情不要讓它發生,即使這個事情是可以申請國家賠償 因為,為什麼可以申請的,因為每次代表會都有提案,所以這個 管長也在說,我沒有辦法,我們也要堅持自己來做 我希望處長,我們已經有討論,我們那個設計開國企業場上連絡那個 下禮拜四會去看 好處長,謝謝你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你這次去也看了一個外環道 我現在要借這個機會就是,我有時候我要讓 立島的百姓,知道一下,到底這個外環道現在的進程在哪裡 是在中央的哪一個單位,可能性有多高 目前我們是,立島建設基金,目前是在國華會 暗時已經那個經濟部送到國華會了 國華會目前有指示,就是他們國華會的承辦單位,安排委員來會看 是齁 我那一天去有建議公所,是不是把那個我們 像立假日,車流比較多的那個照片照起來 等那個委員來看的時候,跟委員報告一下說 事實上目前,立假日的時候的車都很差 是啊,所以說我常常在這裡開會 對啦齁 啊,主長你如果要叫洪宋做出來,你就要繼續 叫你們的庫長什麼,要把它吹 啊,如果是你看到相片沒有麻油齁 要搶一天,最多人的 你跟他說,叫他整版最多一天 對 叫他用攝影機,我們再來截圖 齁,這樣好不好,拜託你 再來就是說,要有時間我請到主長齁 主長,我們這個台湯的建筆利農基地 包括的各位建筆利農基地,市民市府,不一樣的所在 對,因為列島人是,它是立島風景特定區吧 對 所以它一般在我們,就像立島資本 八仙洞,小野柳,這個都是算風景特定區 它的建筆利跟溶基率都壓得比較低 正常來講大概是多,建筆利50溶基率 大概都是這樣 那個主長,啊 配合,燒烈球,建筆利農基地跟立島 比高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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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嚴格 這個你已經要稍微高了 那,如果... 薛 Bern,不好意思喔,我那個... 直到那個小野球,我那倒不夠了解 我是不是來了解碰了,說那小野球的政控 對 那如果說,你那有比較大的 我們就在那個招式教的... 好,如果時間夠了,好,謝謝 謝謝,謝賢鈺也我們請參天議員發言 謝謝,大會主席,各位早安,那個,建設處 我們台東 經過一個民主政治 這個台東冠議會 成立都算多久時間你知道嗎 你說這黨議會嗎 沒有議會啦 出議會開始了 議會啊 議會應該是六十年了吧 差不多六十年吧 但是這個六十年在過程當中 我們所看待台東的所有一切建設 我個人是覺得 府會的關係因為沒有做一個很好溝通的橋樑 有很多建設 都是在紛紛擾擾 各自為政的情況之下 所佈下的一個建設 那未來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環境包括城市在轉型 有時候你要重新再來 要發揮更大的心力 這就是台東的錯誤 那麼 我跟你做董事人 我們也算董事了齁 你給他看 你在建設裡面的專財 包括台東的重鎮 這個地方有很多 古墓主來水的人民齁 真的是太多了 那這裡挖一個洞 那邊補一個洞齁 這就是最憂心的 這一次台東在光明路所發生的火災 其實我們把它回溯 就是因為這種結果所造成的 那當天當然基層的消防隊員他們都辛苦了 我到現場兩個多小時了齁 現在不談消防了 但是你站在一個建設處 我希望你們未來公部門在市場 也會悶著自己的良知啦 政治齁 不是去追殺法 各位人 現在在台灣消費 尤其台東最嚴重 每年違反基履計劃 基履計劃法政問題 你們再去重新思考一下 是不是在整個決策裡面的手段不要這麼粗糙 那真的你們在做事都依法行政 你認為呢 你認為呢 講的沒關係啦 鼻子檢討就好了啦 我稍微跟你討論一下 不要說人家的細節 大概 欸 你也 我這樣回答啦 公務人員 我本身是公務人員齁 大概 重點這兩個啦 一個是衛民服務 一個依法行政 一定要依法行政啦 對 對 這兩點啦 但是啦 有時候啊 因為要有上級的壓力人 這個就是現在公務人員最無奈的地方 我講一下跟鄧先生講 公務人員員也真的要依法行政 但是因為台灣小規的村子 有很多人爭 社會政治的角力齁 攪迫了那個 公務人員想要有良心 要做事的那個村水啊 混濁了 他無所事從 才造成今天的混亂 很多台東的建設 你說我們的鐵花村 你平常心講 那個有沒有預期 那個營造跟我們幸福的公共的企業 因為有沒有預期 預期之後有什麼違約法則嗎 有去執行嗎 我相信是沒有 每天沒有啊 沒意思啦 講這個實在是說 啊台東人你老實未來要怎麼辦 我告訴你 一定要結幫結社 政治的角力齁 你就要在某一個區塊 去鞏固你自己 你未來你的 才能延伸你的 地方勢力跟生命 這個叫不公益 我們希望說的是一個 創造一個和海公益的社會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有夢想要常在幫你們提醒 這點我佩服的議員 這點我佩服的議員 我常在跟你們說的是 希望不要造成不必要的一個政治的糾葛 把公共人員也都拖進去了 這就是台東不進步的理由 可是說當前的人 當政執政的人 他能夠放下 好好照顧基層 好好照顧這些 真正為國家做事的人 我相信這個社會是和諧的 你說你今天台東有多少違建 那是成年往事的往事 你如果要今天用新的法令啊 人民會招架不住了 今天法令人民就破產了 你要知道一個法令基礎啊 他就破產了 在台東違反基礎計劃法 這個是比比皆是啊 但是我們要一個新主張就是說 你不要有污染性的 或是危險性的 這個我們第一階段先來處理 這個我們沒有發展 譬如說 在農地裡面建一間房子 他把你圖案大量的鞭炮 沒有新穿的 還是說 把你做什麼 化學物的分裝廠 這種我們來把它 處理掉 那樣我們都在贊成 台東人民的結果 這個經濟的一個經濟體 它是一個很特殊性的 台東早期的經濟特殊性 它是都是靠山靠海在吃飯的 如今鋼修這些資訊發展之後 山一海之間變成我們共同保育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一個看法 山海變成我們保育 然後來沒有很好的配搭 變成一種經濟的排斥的一個 一個消耗出來 所以我們跟一個人在這裡認識 那政府要做到一個好的政府 就是要通盤監討 台東有很多的公共建設 為什麼走到最後都是國賓 不然就是打官司 因為只有一個人在一意孤行 決定台東人的命 那是錯的 多多跟議會協調 美利灣的問題也一樣 捷地爾也一樣 文化樓更是一樣 那你BOT的案 你有充分討論嗎 沒有 你的地上錢到底是不是 把它設定到 有人民的最大利益 來考量 來做最後的決定呢 沒有 這不是政治利益 不然是什麼 畫 畫假使把它打開了 我希望我們做各業的公務人員 我們門心之問 我的上期長官所交付的任務 是不是有符合社會的期待 我們要說的是要說這個 不是每天在說你怎麼樣 在那裡美利 那些都不會成長 我們沒有台東成長 要有通盤檢討 公務員要很謙虛的一個 來到議會 聽聽這些我們議員 議會同仁的心聲 他來自每一個角落所 捕捉到的信息 給你們做一個通盤來去檢討 然後你們以輕重反擊 來做一個施政 你說自來水公司 在我們的外海道路 是不是 那後面你看 幾百戶人家完全沒有自來水的情況之下 我也拜託 吳俊宏處長 心心好 關心他們營用水的生命安全 幫他們把關 市圍路旁邊 是啊 在那裡 那裡 在那裡 後面那裡 有些人還會秀兵的 那很大的社群 幾十年 公台東在建設 公台東一年 幾百萬的觀光客進來 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 還沒有辦法 依然享受到一個 做一個基本的 國民的一個尊嚴都沒有了 我們在那裡 洋洋灑灑 談我們的觀光建設 多好 一年幾百萬來 這又賺了多少錢 你認為是事實嗎 我相信你也很了解 這個國民我補充一下 在我的了解 那個國民應該都在 那裡 自然水公司 目前設施 應該都有了 主要版先都有了 現在可能是 民眾配款的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 連主管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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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希望水務局長 來請請下好不好 我給你敬一下 不然你稀金很OK 對 像這次光明露的火災 那些受災戶 我也欺許你 用一個高度的智慧 對受災戶的一些 該必要減免的 水 一水啦 中和水多水啦 最便民 最充犯 比較開懷 這是一種無奈 這也天意啦 這個也是早期一個 都市計畫的錯誤 他們要把真正的消防系統 去建構起來 所延伸的很多後面的問題 我們今天所說的一切 就是希望說 台東的成功或失敗 都取決在在座的各位 一個真正高度的良知啊 這種良知是什麼 當初我要去考公務人員 等那一山啊 我要踏入那個門檻的 開始的那一天 我要告訴自己 不管這個政治是怎麼紛紛擾擾 你還是屹立不搖 遵守你自己的最大準則 為人民服務啦 我是感覺這樣子啦 我們之間的 在這邊站了一個口舌 我罵了你 或是你跟我頂了嘴 我們彼此都輸了理智 也輸了面子 沒有意義 但是最怕的就是說 公務人員 他心情上 他沒有辦法調整 如果能夠調整 把我們台東的問題 把建構一個價值 族群融合 你看看 原住民我們要不要保護 當然這個少數族群 他們本來就是真正台灣人 我講一個歷史 四百年來的 我相信台灣人都很清楚 我自民也要考慮我們保護得順重 但是你要了解喔 我們的延安第七 你看看 一兩百多年 一本人來到他們這裡 住在那百多年 延安 頂延安那些人輕而以汗 到如今他們的土地 也還是被 那些人一起侵占了霸凌 我希望社會正義再轉型的同時 我勤勉各位 我們一起向上 為台東的所有建設 都加把自己的誠心 自己的誠信 我相信人民是快樂 今天也感謝我們的大會主席 就坐在那邊聆聽 我再一次謝謝主席 好主席笑一下 謝謝林議員 不要那麼驚啦 謝謝林議員 謝謝 謝謝 我們請張主任議員發言 詢答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的科事主管 本席在這裡 也記得意見 本席所了解的 來提供給各科處 你看 做一個參考 那個建設處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提供一個意見 當初我們在協調這個溫泉橋 新建的問題 對不對 在溫泉的對岸 在溫泉橋新建的溫泉的對岸 三角下 有一個土地公廟 這個土地公廟 在原來的舊橋 舊橋要下來對不對 是一個躲坡 然後下去有一個土地公廟 既了解是縣政府給相公所 引落兩百多萬 是 要把這個土地公廟 看怎麼樣去配合 新建設處的位置 或是身高 是不是這樣 是 好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 拜託你 齁 就是那個土地公廟 往舊橋這一段 下來的時候 看怎麼樣想辦法 你們現在 有河川 在清理嗎 是 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沙石 去填那個地方 不足的躲坡 然後盡量從舊橋 一直到福地公廟這一段 稍微拉平 這樣的話 這樣 在整個環境來說 或是新橋這樣來轉換過去的時候 安全性會比較好 二來觀感會比較好 我想是藉這個機會 你做一個深度的了解 然後跟鄉公所 跟鄉公所主辦班會 或是鄉公所的負責的鄉長 然後大家延商一下 看怎麼樣處理 好不好 好 這個部分我跟張遠說明一下 大概 新的橋跟舊的橋 之間應該高差有一點肉差 大概我 它的波度很多 沒有 那個橋做 現在新的路 然後是拉高了嗎 拉高了 所以 就是那個斜坡就不會 不會那麼多了 所以拉高 我現在是說你拉高的時候 你天高以後 你不要從這邊又下坡 然後又上去 不會 不會 新舊之間就是 新舊前接 就是平反的 OK 但是還是有一點高差 因為舊的部分還是比較高 好 因為那個土地公廟的問題 當時在協調就是 就找不妨礙道路通行的範圍 然後由工手去執行 去牽引的部分 那這些事情就來麻煩你 用點心 跟商務所 來協商 看怎麼樣 做好 不要做好以後 到時候又認為說不行 然後又要發錢 好 這一次就把它做好 就一次把它到位好不好 好 OK 另外第二點 處長 我們台東的生活圈內的陸品 一年要花多少錢 台東大概 以今年度來講 大概全部發在陸品的部分 大概兩億 兩億喔 對 那麼少嗎 沒有 陸品的部分 像道路透翻的部分 我們的案子 是涵蓋鄉鎮 縣長協助的 還是台東市的生活圈內 有透過現預算的部分 經過現預算的部分 但現預算的部分 你是執行到了各鄉鎮 還是在台東市的生活圈內 像以道路透翻的部分 我們大概今年做了三段 就是在池上的197縣 197縣 19723 還有一個東二三是在太原 東三是一個東二三 另外一個東六三是 驚豐的新興村到太馬里 那個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陸品專案的錢 一年要花多少錢 現場大概 造去娘是今年 你所做的 應該也沒有超過 200公里 沒有 很長 沒有沒有 150有嗎 150 大概 二三十公里 二三十公里而已 長度 針對陸品的啦 陸品的那麼少嗎 對 好 現場的 現在我再跟張遠補充 大概我們今年 有增加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我們從發動基金增齊 四年計畫 一年四千五 就是今年先做台東市 明年就從北南 增加北南到重管的部分 第三年是做東海岸的部分 你講這個部分 我在這邊一個意見給你 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經常一個理念就說 台東縣政府是台東全民的縣政府 不是哪一個鄉鎮的縣政府 對 也不是哪一個區塊的縣政府 所以你在執行單位 本身的官員 一定要保證 我每次在一位聽聽聽 私政報告也好 各處工作報告也好 難免讓我們感覺到 是不是你們有特別選擇性的 一個年度計畫的處理方式 好 那我們今天講一下 對 有的鄉鎮也不公平 像陸品來講 我是有意見的 大都會裡面 你的執行陸品之後 我是非常贊成 但是希望也應該把鄉鎮納日考慮 這樣才是會公平 那憲政我是顧及 憲政我是顧及整個台東嘛 都是顧及說哪一個區塊而已 這樣的話不好 有沒有這個事情 這我感覺上是有 有沒有 你們回去做檢討 好不好 這個陸停專案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中華路 台東市生活圈類的 台東市的生活圈 就整個台東市來講 我們現在舒服了一點 中華路是歷史以來的中華路 從高雄進來 進台東市都靠哪條路 舊的 那現在我們現在感覺中華路很沒落 從師大開始一直到資本 我想這一條路你應該做一個規劃 讓它繁榮起來 銜接到資本 到溫泉 這是台東的門面 所以我們現在政府的方向 不知道怎麼走 我以說 不了解你們的計劃性 你們計劃性將來對台東怎麼看好 本習是不太了解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說 那麼重要的一點 很多官客來 經過我們那裡都跟我們講 還有一眼什麼什麼 但是我說對 所以 在大多位的人 對台東的看法 就是說你們很遺憾 這條中華路 為什麼不銜接資本到溫泉 溫泉是台東縣的觀光器 我想這個在你的 處長本身任內 你好好的去執行 謝謝 這對台東是一個幫助 好不好 老實在台東這個社區心臟裡面 一直在那邊繞那邊繞 繞不出東西出來 好不好 好不好 這個另外一點 我再給你一個意見 所以我們的路品障礙鋪得很漂亮 我們每一條路鋪新的都很漂亮 可是我們缺乏一個縱橫性的協調 所謂的縱橫性的協調 上下 左右 這個協調很欠欠 不管是中央大會在台中也好 或是我們府內的事情也好 應該縱橫性的要協調 每次認了一個路品障礙 做好以後 不到一個月半個月 或是幾個月 又開始來挖管線路 挖坑坑東 不知道挖什麼 那我的意思是說 在執行之前 我們台東縣政府有準備 明年路我還給這個遺算 把莊貓路 哪一條路我還做 我還副新的 好 這個說今年路你就要跟 還沒有編遺算 明年路遺算還沒有編遺錢 要告知 在台東中央大會 或是其他大會 跟這條路有關係的 大安會選好 我今年要做 啊你明年 我明年要做 啊你趕快編遺算 你有沒有要做 要做要編遺算 如果沒有 要經過幾年以後 你才可以給我開完 這樣我們的路民障礙 發了錢才被冤枉 你沒有發現嗎 路民障礙做好以後 到處都挖了 欸 所以這一點 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就每一個 單位的醫生 齁 年度不同 那我們是不是協調到 同步進行 如果這樣的話 被我們路民障礙的錢 發下去 我們才可以看到 真正的路平 出場看法 對 謝謝張議員 提供這個意見 我們大概是往 就是協調部分 往前 往前 對 對 在還沒有被遺算以前 你計畫裡面要跟大家知道 我說明年要做的 我們今天 就是 大家來配合 比如說我今天是 哪一個單位 我要挖了管線來講 那我在陸平障礙 我也做 大家都好 溝通往前 可以解決一些 這樣才會干擾台東的 台東縣的縣的生活品質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張主任議 我們接下來請 張焕生議員 尋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還有我們起座課長 還有我們議會的投輪 早安 大家好 我請教一下我們建設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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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左轉,那個叫瑞吉諾 那個是香道嗎?還是縣道?還是神道? 那個在講是香道 但是那個路基旁邊都已經做好了 雖然是他有做一個婦欄,大概20公分高 鄉民在反映說那個婦欄有什麼用?20公分高 但是路跟那個水田的落渣那麼高 那我上次,兩年前我有提個這個問題 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做 是不是,江峰所指揮的 那個婦欄嗎? 對對對 那就防止車輛跟騎摩托車的吊到田裡面 可是,那10公分高,那個不算婦欄 那不是,我們再去看 這那麼幹什麼?這那麼幹什麼? 這麼高? 我們再去看一下,我們再去看一下 對啦,因為那個路面跟那個水田落渣那麼高 有一段是有做 它上面一段都沒有做 我知道那條路跟那個農田大概有一米半左右的高度 對啊,可是你看,如果駕駛不小心 那個20公分,對 對,我們會換我們再去看一下 我是說,我建議說 我們這個給它改善做一個紐西夫蘭的 好 比較安全嘛,齁 好 雖然是香稻 欸,香鍋所言,要錢啊 沒有,香稻就憲政府主管的 這樣啊 那 我兩年前,我有提過這個 到現在也是沒有人 沒有做 好,我們會換馬上去處理 希望我們組長 這個年底有沒有辦法 會後我們勘察以後再跟張宇 如果經費不多的話 我們大概就其他工程的事 對,那個 大概那個 內井路一段這個部分 你給它做好就好了 還有一個,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們197縣 是 6到8公里 開始做了嘛 是 什麼時候,黃工 目前工程大概 原來的工程期限大概是 年底 年底啊 是 年底做好 它是還有一段 那個 我們另外就是 目前是做1.1公里 那我們打算齁 再蒸汽 就是它是 三個月去滾動一次檢討 我們希望再蒸汽 公路去再增加400公尺 可是 那個 那邊的住家在反應說 我們設計的時候 我們要 會懂我們去設計 因為 他們的住家前面 那個 唐土牆 好像都不夠高 原來是很高的 打掉 又 現在從座 啊 好像是對他們來講 啊 不放心啊 因為下大雨的時候 那個 怎麼 還可以加高嗎 唐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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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會後期會回趕一下 看 怎麼 因為現在還沒有完工嘛 變更設計應該都還可以幫 對啊 只要在機會範圍的話 可以 變更設計嗎 可以 可以 因為那個住家是真的 他家前面是太多 因為我們 前面那個什麼颱風 天秤颱風 家裡 他家前面有分調 然後我們 有做 可是我們做的比較高 現在又打掉 那做的又比較 矮了 不到大概1米2左右 他以前是本來是1米半以上 後來現在又改1米2 是不是 這個部分 那個住家的老 那個 那個 縣民都 這樣 他是不放心啦 能不能再 變更設計 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會後 找張議員一起去 好 去看一下 這個是目前在施作的部分 另外在新增的部分 我們設計好了 我們會在當地舉辦一個壽命會 讓百姓了解我們要施作的內容 後面這2公里 後面 就是有要新做的部分 我們設計好的時候 我們會在電光那邊舉辦一個壽命會 或者振興那邊 振興啦 要在振興 怎麼時候開壽命會 就是 有新的部分 有新的部分我們設計好了 我們就會開壽命會 在施工前 那什麼時候 沒有 現在新的案子還沒有出來 那多少錢 沒有 我們現在是 新的部分我們是希望增加400公尺 不是全部 這個兩公分 剩下兩公分 你全部一起做 沒有沒有沒有辦法 那個要新的案子 現在是針對 今年度結一款的部分 再增加400公尺 可是今年助長 也是問這個問題 助長說有找到8千萬 8千萬就是今年 竟然在做這個 這個是8千萬 那兩千八百萬 是在哪裡 兩千八百萬 對啊 章也講的兩千八百萬 組長說 現在 六公里到 六到八公里 這個 對 是八千萬啊 這個是八千萬 是是是 好 好吧 那 下一段 如果是有開壽命會 你要通知我 好 這個一定 這個八千萬裡面 那個盤圖 講要 這個 章也會看 好 好 謝謝 我們 建設處組長 好 謝謝章也 所以我舉 舉長你好 有一個想明 他的家 已經蓋了 四十幾年 不堪使用了 然後他又總蓋 旁邊 一二樓 但是 那個一二樓 也落水了 啊 他就申請 那個 加蓋 那個房 房肉設施啊 但是 他申請之後 發現 這一個 一塊 土地裡面 有兩棟房子 都是他的 他說 沒辦法 不能補住 啊 這個 舊的 房子 欸 一定要 把這個 戶籍 要 廢掉 才可以 是這樣的 原來的房子 已經都那個 廢棄了 是不是 對啊 現在就是他 大概 舊的房子 大概四十年前 做蓋 而且他蓋在 低窪的地方 可是 到現在 不肯使用了 因為他已經 做一個展示了 就是倡庫了 可是他就申請那個 現在新蓋的兩層樓 可是落水 他要申請那個 啊 房肉的設施 可是不准 怎麼 怎麼辦 入口處理 房肉設施 不會是跟我們 申請不好 因為這是 他要申請補助 他是不是 涉及到房屋 稅集的部分 我們來輔導他 那那個 個人的資料 可以方便的話給我們 我們來做個別的 但是房肉真的不是跟我們申請 那個 那可能是不是房屋稅集的問題 不是房屋稅集的問題 因為他要申請 因為他是 兩棟都是他的 好 那 在訪應給我們啊 好 張遠遠 你那個方便個別資料 給我們 我們來了解 是他跟哪一個單位申請 那有什麼困難 我們來協助他這樣好不好 啊 聽說那個 要改建的那個師父說 把另外一棟 舊的 把那個戶籍 就是那個房屋籍 稅籍 散掉 才可以申請這樣 有這個回事嗎 可以嗎 他可能是 同一戶有兩個房屋稅籍的問題 或者是 原地重建的問題 那 嘿 是不是有申請補助房肉 對 喔對 因為他是沒有辦法申請房肉啊 因為他兩棟都是在那一棟 如果我 涉及到我們這邊可以協助的部分 我知道是房屋稅籍的問題啦 如果我們可以協助的部分 我們盡力來協助這樣好不好 因為他可能一個人有兩部的問題 或怎麼樣 那這個部分我們來協助他 特別資料給我們 我們刻意的範圍盡量協助他 好 也謝謝局長 也謝謝大家 時間也差不多了 辛苦大家了 謝謝 好 謝謝張萬深議員 我們今天上半場 我們大家到這裡先休息20分鐘 到10點40我們再繼續開會 好我們繼續開會 好我們下半場第一位質詢的是 洪宗凱議員薰刀時間 謝謝大會主席 媽媽現在我們建設處處處長 處長 最近喔 呃 又另外一個沸沸揚揚的議題喔 美麗灣案卡了10年 最糟糕是走奪賠 那市長你對這個案子 目前的進度 可以跟我們的台東憲民報告一下嗎 目前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的主管業務 那是 管理處 也是管理處喔 這個建造核發 要跟那個打官司的部分 像在你們這裡還是 也是管理處 關檔署的整理建造核發 建造核發 整個BOT案的業管單位 管理處 管理處這個會議 很差 好那沒事 我們請坐 請坐 謝謝 不好意思麻煩一下 我們稅務局局長 就像我們昨天 有討論到一半的 討論到起個頭而已 的議題 有關於 現場在施政報告裡面 提到說我們的一個 營業稅的一個 整個成長的比率 從 五百多億成長到 八百 八百億左右 那大概 增加了兩百多億的 這樣的一個收入 所以呢 我們透過這樣子 來代表說 我們台東這幾年來的 一個經濟成長 確實有感覺到效果 這個說法 您可以認同嗎 我看洪毅也非常認真的聆聽 然後現場的施政簡報裡面 事實上他也有針對這個部分做一些分類 就是各個行業的一個成長情形 那當然或許我是覺得有一些商家的這個生意是特別好 那有一些是需要加油的 那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賺到錢 可是有努力的人 我們相信都有賺到錢 那當然這個數據 我昨天也跟洪毅言說明 這不是我們稅務局提供的 對 這是國稅局的 國稅局提供 所以這個裡面怎麼分類也是 因為當初這些業者去申報 他怎麼去歸類 譬如說飯店業者 製造業者 零售業者 這些他們怎麼去分類 也涉及到這些 它是業者分類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個比較清楚的分析 這個在總質詢的部分我還會再提到 所以我想在單位質詢的部分先就教你 那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都說台東這幾年觀光發展 蓋著遊客不來 事實上實際統計上面 增加的遊客數 大部分都是大陸遊客 大概增加了一百多萬 當然相對的 它排擠到了其他國家的遊客 這個從數據上可以呈現出來 那現在最近 台六公後 5月18號以後 要禁止陸客來談 那在5月初開始 我們就已經開始 陸客團開始減少了 今天你的報索樓下 至少這個 從 比如說十個人 現在減少到只剩下三成 那 那就不像在吃毒品一樣 我們就吃掉了 今天這個毒品不要給你 我們現在 不知道怎麼辦 那這個相關的業者 大家阿阿叫 我來看一下這個統計數據 因為 這是屬於國家 國稅的部分 有關一例事業所得稅的部分 在一百 我這是縣長自己提的數據 所以我們用它的數據來看 在一百一零一年的部分 整個營收應該是兩億多 兩億二 到了一百零三年到兩億四 到了一百零四年是三億四 那其實呢 這個你說 從它跟98年的一個基期來比較 這是因為98年 應該是不知道 八八水災還是什麼 金融風暴的關係 所以它的基期比較低 所以你用跟98年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跟礦線 礦線長的一個政績來比較 它的基期就比較低 所以如果你跟早期來比呢 在民國89年跟94年的時候 它的大概 在營利事業所得稅的一個課稅的金額 大概也有兩億五 兩億六 所以也就是說 到了一百零三年才兩億四 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好幾年時間 我們頂多回到那個時候的一個水平而已 謝謝那個很嚴重的精闢的分析 我倒是做的功課不及你多 這是一個事實 不過我們長期基礎在台東可以發現 事實上在莫洛克風災之後 碩創嚴重是99年度 是 我是覺得整個 應該是金融風暴的關係 不是 那是莫洛克風災 那更早之前是金融風暴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營手稅的一個稅率 是有降下來的 從25%降到17% 所以這樣的一個制度面的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應該是從營業額去看 是相對客觀的 而不是從那個營利事業所得 營業稅去看 這兩個的比較是不一樣的 是營業額的部分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過去有很多店家他沒有課稅 就是他沒有繳稅 那國稅機能激起的在查稅 不會有一個查定的 所以他查稅的關係 所以他的增加的比例 增加蠻多 也不是因為你基本上要先做工商登記 然後你達成的這個小額的營業額 每一個月會達到多少限額 他就是暗記跟你查定一個數字 你暗記要去申報 這是一個有開統一發票跟沒有開統一發票 這個部分我也做了跟外建市做了一個比較 我們從98年開始到104年 我們增加的這個營業登記的數量 增加了1700多家 從10800多家到12000多家 所以這個增加1700多家的情況下 我們增加的營業額卻增加這麼多 其實這個比例上 當然看起來大部分是因為查稅 積極查稅的關係 所以增加了營業額的比率是有可以看得到 應該是增加也有成長 是 最像我想要講的是說 好那就算是增加也有成長 我們也認同這個部分 有幅度有成長沒有錯 但是為什麼人民沒有感受到 哇我看得及 原因是從主計處的相關的統計數據裡面有提到 第一個是平均加付所得 還有一個叫做受薪 受付者的一個平均年收入的部分 只是感覺上是沒有增加 這個主計處這邊有統計數據 預言報告 有關我們的家庭收支調查這個部分 它原則上是抽樣調查 所以它的數值在代表性上面 其實可能還要再討論 因為就我們台東來講 一整年它的抽樣戶只有280戶 只有280戶 它最主要的用途是在於做分期使用 對所以這個部分可能 跟我們所謂的營收這個部分沒有辦法等同的來 做一個比對 那在所謂的家戶所得 就是每一戶它的年所得 這個部分也是所謂抽樣嗎 還是它是一個平均值 它是抽樣的 它是抽樣的 所以這個數據的一個是不準確的 應該是說它是作為調查分析 當年度的調查分析的主題 目前我們能夠用來參考的數據就是這樣 這個我會在總質詢的時候特別提 因為有很多項數據 包括管理處的相關數據 我們做一個統整 我要講的是台東未來的一個發展 縣長它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劃 那現在陸客不來台灣了 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解決方法 那相對的在這些數據 在稅務局跟主義處的相關的數據統計上面 能夠輔助縣長在做未來規劃時候的一個參考 所以希望如果我提的數據上有錯誤的話 再麻煩兩位局長處長來幫我們做執政 好 謝謝兩位請坐 謝謝洪議員 不好意思局長 還有一個問題想要請問你 我們在花蓮的部分 在幾年前就針對娛樂稅來降低娛樂稅 來促進他們一個觀光的部分 不知道我們台東線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跟洪議員報告 事實上娛樂稅讓我們整體的稅額不高 對 1000 多萬 隨著我們現在甚至逐年在減少 減少的原因是主要是 智慧手機盛行之後 我其實上網咖一個縮減 減少 對 電動玩具店也減少 至於我們自己娛樂稅的一個稅率 我看過事實上在全省來講 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 大概是中間 但是如果說我們台東要發展觀光 有娛樂稅的降低 會不會有助於這個方面的一個處境 我覺得相關度很像不是那麼高 相關度不是那麼高 因為娛樂稅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藝文售票的部分 對 譬如說我們 我剛剛講的這個網咖的部分 然後電動玩具店的部分 不是你用卡拉OK店等等 反而這兩年 想問先來建築台東來做一個投資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稅率在約當中間來講 也不至於觀光客 因為他這邊唱卡拉OK 或不唱卡拉OK 而影響到這個觀光 我覺得這個相關 那應該是說台東相關娛樂產業也很少 過幾個我上面真滿意保齡球館 那現在台東冷說真的晚上沒有什麼娛樂 那對於 對於 我覺得政府是這樣 我們就是設置一個 平台設置一個環境 讓大家可以來投資 所以有關法令上面或稅率上的降低 是否能夠有助於相關業者的進駐 增加台東暗期 我們努力要消消費娛樂的一個場所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有關要推動議文的部分 降低這個稅率 是不是對文化主義的推翻議文的方面會有幫助 這個你們再演繹一下 好 我們再演繹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洪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張卓然 張遠發言 學長時間 十分鐘 謝謝主席 經濟處長 請教你一下 本期剛剛所提出這個 中華路要規劃 那是台東市整個大商圈的問題 生活線的問題 是 你剛剛沒有給我做訪問 有 我剛剛有 就是說我們非常認同張遠的意見 事實上就是 就正如剛剛張遠所講的 中華路是 西部進到台東 在台東市的門面 外環道它大部分都是 要來台東市的人一定都走中華路 外地的才會走外環道像到東海岸去 所以我們會 就會的話我們會來 切實檢討這條路 處長 其實這條路在早期 台東市就是靠這條進出 對 所以我是認為 這條路如果說要發展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阻礙 在規劃裡面 在那一帶來講 那一段路那麼長 發展商圈的話 生活圈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地段 那我們 我們整個台東市的規劃裡面 來講 所善之欺 如果是這樣的話 遺忘了它 我想對台東 在整個未來來講 它是不是一個正面的面向 對台東市負面 我想對整個台東現在發展 事業來講 對台東整個 整個生活圈裡面跟經濟 經濟的這一環 應該 在整個建設處來講 應該要做這種 要去考量 要拿著重點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這個問題來講 也是很多的 有客給我們的意見 因為外縣市都看到我們台東的破綻 那我們自己為什麼沒有去化解 所以在這裡 什麼時候可以執行 可以來開始做手 大概我們先 先爭取一個 就是 真相信的話 我們的規劃案 我們來提這樣 我是認為 先認為應該去重視 你出場當一年兩年三年 我不知道 那你不好去做 我們 當你站在這個位置裡面 你沒有去做 將來你離開這個位置 你會感到很遺憾 應該怎麼講 就是我能知道的事情 為什麼不去做 是 好不好 好 另外 請坐 這個主計跟財政 兩個 勉強一點 站一下好不好 這個預算的編列 是主計還是財政 還是聯合編列 跟議員報告 整個預算的 匯編的部分 是我們主計處來做匯編 那當然財政的部分 就財源的部分 跟配置面 我們還是有 那處長 我可以這樣來請教你 就是你編這個預算 整個台中線的預算的時候 在年度的進度裡面 你要想推動的事情也好 立行性的也好 你編這個預算的時候 新政府有多少錢 做多少事 甚至沒有的 我們如果是 像競爭型的爭取 其他爭取 方面來講 統籌被摔款 在這個整個 歸納起來的話 你要了解台中線 目前的財政 過去一年的執行狀況 遇到的困難 明年度要怎麼去推動 你想要做的 然後你背後的東西 有沒有足夠 就是所謂的經濟 那這個時候 你們編例說 比如說我編這樣 那是根據各處裡面提報的 還是說以主機處來主張 還是財政處主張 這一點可以告訴我嗎 跟議員說明 我們的憲政裁員有限 所以原則上的 我們還是會依照我們的能夠 我們的裁員的部分 當然會參考上下年度的 這樣子的一個收入狀況 跟我們未來預告的狀況 裁員確定之後呢 原則上呢 我們還是會參照 業務單位的試任計劃 跟經常性的 那我請教你 業務單位你所了解 業務單位有沒有 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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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產生處 財政 學長 文言報告 目前我們這幾年 一算 一算裁員以後 我們會 算給每一個處 他一定的額度 然後由他們 依照他的 優先次序去排列以後 送出來 然後跟現場做顯報 那另外一個部分 是計劃型的 就是 屬於我們在 限期計劃作業 你認為比較重要的計劃 我們這幾年都是 經常門的部分50萬 資本門的部分300萬 那經過 排列優先次序以後 提到 預算會越來越行越成長 所以有兩個部分 那不過業務單位 他自己本身的主張 是很重要的 那基本上 還是要配合 現場和徵體 是這麼一個需要 這樣來做便利 所以我對這個預算你們的編列好 我是一個建議 當然在這部分來講 對台東的行政 對地方性的發展 是一個推動來講 當然你們是 畢竟 對這個部分來講 你們是比較接觸 那我們看整個台東的發展來講 我們的看法 跟我們去聆聽到 每一個區塊 每一個區塊 地方上給我們的意見 然後把這個問題 帶到這個議事堂上來 來跟縣政府 相關單位 我們做一個溝通參考 因為在台東現場的市政報告裡面 我們財務狀況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換句話講說 要做的事情 一直敢 也換句話講說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再追你 逼著你一定要去做 那當你要做的時候 財務狀況又吃緊 當然這個兩難之下 我們都可以去理解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過去神經在會中 我提議過好幾次 就是說 在整個台東現政府的財務狀況 吃緊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夠看狀況來變得一生 也換句話講說 這個事情我今年就執行了 我執行了 應該是 它的量會越來越少啊 可是我們的議事堂 仍然力氣性的東西 仍然天天存在 我就舉個例子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也是所議事堂裡面最小的問題 文記紙上來講 今年如果編十萬塊 明年也十萬塊 後年也十萬塊 沒有電腦十萬塊 沒有電腦十萬塊 這很離譜嗎 那就要講這個議事堂根本就是 是不是沒有這審核的問題 年度之一完 有沒有去檢討的問題 發的錢發的很顛望 今天我聽到現場市任報告裡面 也就合乎當初我們在議會所提出的問題 不必要的活動 就不要去碰它 也不要去執行 對台東沒有幫助 台東今天所要講的 如果去充裕我們台東 憲庫的財務狀況 專好 那我們困難當中 一把錢拿到外面去做一個表象 就沒有這個意義了 所以 所以我們有一個活動很大的 現場說一年發1500萬 我們自己要籌售1400萬 中央補助100萬 我們辦大型活動 結果我們辦這個大型活動 來自於國外的人士 我們要給他住 要給他吃 要給他照顧 政府官員又忙 然後在一個會場當中 我們當地的人 在現場 你也是表演 我也是表演 可是我們被人家感覺說 我們的眼光就重視國外的 但是國內的就放到一邊 其實這個活動是要照顧台東的指令 現場 在私事報告裡面 他有講這個 不辦 我想這一點是很大的突破 現場終於發掘問題 我現在以這句話來講 引到其他的處裡面也是一樣 很多該要給他的 沒有給他 不該給他的 而給他 我拿交易處來講 交易處總編譯算 市長這樣問你 會不會 會不會比較過分一點 了解 不了解 各國中小 學校 要跟教育處爭取經費 突發事件 或是其他 不在於年度裡面 預算裡面 所要執行的東西 突然想要做什麼 要自己經費 這些彈性的錢 你總變多少 不是說我現在教育處 你如果要做什麼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 沒有沙槍 沒有電風扇 沒有什麼 你要掙承 10萬 8萬 20萬 我要應付你各學校 拖現局勢的時候使用的 你有多少錢給他 跟這個錢 跟你的爸爸 他在基金預算裡面 就我所知 他大概 在金山門部分大概都 不會少於2000萬 八晚辦活動的部分 就是有個學校裡面 他做各項參加 其賽事之類的一個 統合性的經費 另外一個部分 資本門部分也不會 也不會第一兩三千萬 但是 因為他基金預算 他基本上也可以做 超知病決算 或是補班預算的一個程序 他基本上是 有比較大的彈性 不過還是跟 也包括 我們給各處各單位的 都是給總的 然後由他們自己去編 所以如果來個會不足 他們自己必須要想辦法來處理 總不能把所有東西 就丟到財主 所以我們會把 紀元的 給我們的指導 會 我的意思 我並不是說 怪你財主 我的意思是說 你財主能不能知道有多少錢 還好調整一下 該給的給 像教育的東西 是下一代的問題 該給的還給他 像這些你要重視 我每一個家庭都有子女 他在學習中 你沒有給他很好的環境 他的教材 我跟你講他怎麼去 我們今年給教育單位 教育機會 多了一億多 所以我們真的是給他兜超二億多 多了一億多 為什麼學校都叫窮 學校要什麼 拿不到東西 那應該請教育處來說明 我沒有辦法說明 因為那部分是他這樣做配合 好 講到這裡的時候 將來我拜託你主席 跟財政便利算的時候 要重演要求 我們會重申 這樣的規定 我給你了 還你重申很多問題了 那現在我們要去解釋 那我希望在你這邊 這一關就給大家要求 你該給人 該協助人家去做 應該是主動性 而不是被動性 好不好 市長你這樣這樣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有沒有為難 我本來就我的選擇 有好 好 謝謝 謝謝張主任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林崇漢林書記長發言 謝謝大家主席 大家早安 就教育計劃處事長 是吧 昨天 本席記者有一位議員 跟你討論到華東基金的問題 本席記者在去年 第二次定期會的時候 也有跟出廠請教相關的問題 那報紙上面記載 花蓮跟台東申請的華東基金 它是一個很大的柄 但是好像申請到的 或者是能夠執行的 好像都有很大的差距 那到底現在台東縣 我們實施的華東基金的進度 到底在幾層的比例裡面 就是你我們所申請到的 處長這個資料嗎 OK 可以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上面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現在是進入第二期 第二期就從105年到108年 那總共呢 我們第二期目前核定通過的呢 大概是將近18億 基金將近18億 那連同第一期大概10億 大概差不多總共28億 我們所申請的數字 跟我們所申請的項目 跟我們當初所申請的總和的比例 大概有通過的 中央通過的 大概有佔了多少比例 有沒有一層 比例大概差不多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但是本期記得 我去年在查這個資料 我們以第一期為例好了 花蓮跟台東申請的總項目 以台東縣來講 大概所申請的總項目 大概只佔了 大概實施的 實施率大概佔了一層 也就是我們可能是 申請十項 但是可能只有一項 能夠合乎中央的規定 這個組長你可以回去發發資料 我記得是這樣 但花蓮基金申請的困難度 它的癥結點在哪裡 組長你知道嗎 第一期跟第二期的 我們講第一期 我們反省第一期的就好了 第一期 我們第一期 為什麼有很多東西 我們申請到中央 可是中央是打回票給我們 第一個中央部會 他同意這個計畫 但是他說他沒有經費 或是第二個 他沒有符合這個計畫的科目的項目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的這個 最主要是經費的部分 可是說如果中央說他們經費不夠 那當初他所開的那個 那麼漂亮的支票 就有四百億 花蓮跟台東來申請 那這個中央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是 所以就是第一期他們面臨到的問題 第一期國發會 而且我聽說這個花東基金 還不是四百億在一個預算科目裡面 還是從各部會裡面 把這個花東基金的總額算在這個 這個各部會裡面 是不是這樣 基本上應該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 他是有編列預算 直接有放到花東基金的帳簿裡面去 但是這個基金 基本上使用到的比例不高 好 那這個各部會是不是也會拿錢出來 各部會必須要拿15%出來 各部會要拿15%出來 各部會要拿15%出來 要15%出來 同樣就是這15% 那請教一個問題 那地方政府也會配合 地方政府配合10% 就是所謂的大概都要一成 所以我們的計畫如果有一千萬 事實上我們台東政府 就要負責100萬的預算的編列 對 好 那問題來了 我為什麼要請教促導這個問題 本席從前幾天從原住民電視台裡面看到 那麼我們原住民的部落 尤其是台東的有很多部落 當然我不講哪一個部落 有很多都在反映 花東基金的申請計畫 並沒有很落實在部落裡面的發展裡面 或者是所謂的鄉鎮公所裡面 那本席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我們所申請的基金的計畫 沒有辦法去滿足部落的需求 還是部落的需要 中央沒有給我們 這個問題是跟市長來研究的 但是當時有一位記者 當時有一位學者說 說 你看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部會有15%的配合款 地方政府也有10%的配合款 那代表預算編列的 這個團體才有 才有這個配合款 才要有這個配合款的這個編列嘛 對不對 才有這個預算的能力 那個編列嘛 那如果部落改成 如果像一個教授講的 有某位教授 我也不到名指信啊 如果部落改成工法人 的這個角色 就可以申請化妝基金嗎 好像有一個立委也是這樣講的 所以你的解釋 工法人我不曉得 各位處長你們有沒有概念 所以你有概念工法人 該是什麼 基本上法人在化妝基金裡面 他大概可以申請 我們就從行政學講到工法人 是什麼意思 工法人 工法人 工這樣的工 法律的法 工法人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在座的各位處長 可以解釋一下 水務處長 水務局長可以解釋一下工法人 沒有關係 您知道就好 不知道沒關係 我所知道的部分 大概就是說 他有大部分是 執行政府所委託的 一些任務 謝謝局長 您的答案已經接近了八成九成 其實事實上請做 其實本席不像為難 各位處長 其實工法人的意義 最簡單講就是所謂的 自治團體嘛 有許多主權的團體 只要製成一個有行政權力的 那個叫工法人 我們可以廣益的解釋 這個就是工法人 但是如果部落裡面 像我們現在所講的 中央一直講說 原住民要部落要自主 要自立 要自治 可是這個到自治的階段 已經有一個階段了 但是如果一個沒有預算權的 自治團體 當然這個發動基金應該也申請 是了了無期吧 是不是應該這樣說 主長 應該說所有的要申請發動基金 不論是任何的組織 或地方的鄉鎮 都必須要提到我們的縣府來 由各局處 他們提案給中央的部會 所以主長 即使將來原住民有機會自治的話 在一個沒有預算 自我預算的這個 知識組織的話 但是他也沒有辦法 直接申請房東基金 應該是這樣的道理 對不對 謝謝主長 也是讓我明白 主長請坐 謝謝 本席在請教建設處處長 主長 昨天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很多議員 包括今天我也聽過很多人在 在檢討的這個路邊的這個停車收費 路邊停車收費應該是建設處的選者吧 但是本席昨天有請教處長幾個問題 包括收費人員的態度 還有剛才我請到有一個議員 就說所謂的年費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收費的問題 那當然他有很多行政上的 因為我想請教處長 路邊停車收費 大概應該不是你在你任內的時候 開始把這個計畫開始操作嘛 應該是你接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 好 部長那我請問你 路邊停車收費 這個東西十幾年了 今年應該是第四年 第四年了 好 那當時我們跟委託的 這些家委託的民間廠商 有沒有更換過 沒有 那他們的企業是幾年 不是 第二次 第二次委託 那大概 期程要多久 一次 我 應該是兩年 一次兩年 好 部長 我請教你 縣府跟這個停車業者 契約裡面 他的回饋機制 或他的收費 只是說他的 多少拍要回到多少拍 多少拍要回到縣政府 您能 您知道嗎 跟本席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是不是會後 我再提供給議員 你要會後再跟我解釋 好吧 那我就會後聽聽別人 但是我想請問你的 我還是要在議事長裡面講 照理說來 這個停車收費應該有部分要 除了這個民間業者收取出來 是不是 大概 應該也要繳庫 要不要 要 有嘛 要嘛 好 我們假設這個停車費 收收的這個費用 假設這個錢 百分之五十 我們再做一個假設 百分之五十要給民間業者 百分之五十是給縣政府 對不對 對 好 那請問停車費如果沒有繳的 持繳的 所 民眾所多繳的支納金 是回歸於公戶 還是回歸於停車業者 我現在所了解的哈 就是 切實 這個 我們有一個委託金 對 然後他有固定比例還要回饋 大概是這樣 市長這個問題齁 不是本席的刁案裡 而是這個有很多 台東的縣民都有被罰 而且罰的比率很高 是 所謂的支納金 然後罰得很高 但是本席想知道這筆錢到哪裡 還有本席給你最後一個問題 也希望你會後再回答我 好 這個回到公布之後 那這個預算科目裡面 有沒有資源出來做縣政府的相關建設工作 尤其是路面 停車公共設施的部分 我們有編一筆錢齁 就是話停車格 我們在 您在會後再給我一次 好不好 謝謝處長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林崇漢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翁立英 翁議員 質詢尋答時間 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各級處的處長 那我今天要談的議題 不是針對 哪一個局處 那是本席 這個是今天的議題是有 有關全國參與地方公職人員的權益寬益了 那去年 去年 每年在這個時間都是要報 綜合所得稅 那 我在去年也依法申請 報 報那個稅 那在年底的時候 那國稅局就來喊說 我還要再補稅 大概要四五萬塊 啊 我覺得說 我 我的一切都是符合規定 我就這樣子依法來承報 那為什麼還要再 補繳四五萬塊 那我就到這個國稅局去 那承辦人員 他就是告訴我說 你這個要去監察院報稅 那 那我前前後後 大概到了國稅局大概有四五處 那每次的答案都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來 釐清我這個稅金是不是可以 可以來報稅 那 依照 這個公子人員選舉的罷免法的第四十三條 候選人的選舉經費 他有一個上限 最高上限是多少 然後再檢除政治獻金 再檢除 每票三十塊的這個補貼款 那余額就是可以在這個 當年度投票日的這個中和首得稅 余額來扣除 比如說 我這次的選舉是花了五百萬 比喻了 五百萬要我的政治獻金是一百萬 那我這個補貼款大概就十幾萬 那扣除起來我是不是還有三百九十萬可以來 來在這一次的中和首得稅來 來列報來扣除 可是這個國產局的這個承辦人員他就說 我要到 我要把全部的經費報到監察院去 讓監察會 準備了以後我才能來做這個 這個列報的扣除了 然後 那我在 我在這個 上個會請的時候 我有 我在第八次臨時會 我有提到一個稅務 稅務類的這個案 那我就給了這個監察院 內政部以及財政部 那我 我每次去的時候 活稅其實他就是 以任何理由就是說 我沒有報監察院 所以不讓 也有不讓我在 補在這個中和首得稅裡面 那我想 因為我在 這個臨時會有提個案 我就到了這個三個地方 那他有回復到我們縣議會 那這個縣議會 這個三個文 也有轉到我的手上 那我想請問一下這個稅務局長 以這個內政部 這個文來看 他所說的 是不是這個 跟我所講的 是不是一樣 是的 就是跟封議員 你的見解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國稅局 他們就不讓我來 把這個 予有 這個競選的予有 來 來內報這個控除 這個 我覺得 就這個案子而言 我 坦白講 我覺得國稅局 在這一次的認知上面 跟法律的規定 是有蠻大的落差 那在同樣是稅務機關 我們是 比較建議的模式是說 假設民眾一再的在反應 那法條上即使不是那麼清楚 也應該做積極的釐清 那如果法條已經很清楚 是不適合做不當的一個解釋跟作為 那一個部分我是覺得是應該要做這樣的檢討 這樣 那因為這個是關於全國參與公子人員 這個參選人的這個權益 是 那或許是其他的議員 他沒有碰到過這個事情 可是我每年在報稅的時候 也是都沒有碰到這個事情 只有在今年這個報稅的時候 碰到這樣的情形 那所以我也想 想那個 我們會再轉支這個國稅 在台東分區 請局長幫我們協助 來轉支這個東西 好 謝謝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汪議員 汪議員 我們下一位是 劉成歌議員 尋答時間10分鐘 議長 委書長 處長 科士 科長 還有各位同仁 議會的同仁 記者先生 小姐們 大家早 好 那個建設處處長 首先要感謝你們 在我們這個金樽 衝浪油漆漆設施計畫升級 已經升級了 如果說我們這裡核定的話 就是要開始處理對不對 對 那個錢 那個經費是多少錢 是兩千萬 兩千萬 是 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選民 他也會問我們 到底這個周邊的設施 還有建設 新建哪些計畫 可以不可以說明一下 這個是我們管理處 像觀光局整齊的部分 他算委託我們辦 我們辦的是道路透寬的部分 是 我們現在這個議會電話 這次有提了 我們現在打算就是電話過了以後 我們就去跟相公所 討論看相公所能協助縣政委 就是做道路的部分有哪些 如果還是照沿路透寬的部分 有困難的話 可能我們再 就 改善目前的道路 然後再適當的地點做避色島 應該徵收的部分沒有問題 對不對 徵收的部分都沒有問題 現在是 因為這一筆經費 只有建設的經費 沒有用地費的部分 所以大概是 如果是百姓同意的話 大概是以同意書的方式 那條路是產業道路還是屬於農路 目前是農路 農路 然後透寬的話差不多寬度多少 目前大概是 目前的現況大概是3.3到4米而已 如果是我們打算透寬的話 希望能透寬到6米 那個地方最大的改變 這個2000萬裡面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除了透寬之外 這個農路還有產業道路 對 就這些 就這些而已 就要2000萬了 沒有 現在就是 這一筆錢是就是 我們管理處去 向郭文綺爭取的 是我們做的部分 建設處做的部分 就是道路透寬的部分 是是 如果說我們這次 縣議會核定的話 墊付的話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處理 我們現在去會後 會後我們就會開始找公首去 幫我們協調那個地主的 同意書的問題 是是 好 謝謝您 這件案子好像已經經過了三四年 對 有一點都很關心 也感謝你們的努力 謝謝我們處長 處長還有一件 就在上一次我總執行的時候 我有問到這個東四十二線 這個都南這個地方 你們有去會看了嗎 有有 結果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你看這樣子 那一條路 坑坑洞洞洞 如果路品專案 那邊可以做嗎 路品的部分大概都是 就是在市區道路 我們這個有 那個地方也是穿 我們有那個鄉道的部分 我們在 如果是確實是坑坑洞洞的話 我們就 在那個鄉道系統的經費來 你們上一次有會看嗎 有 有 有 看的情況如何 有必要嗎 對不對 那條路多長 多長 目前 手邊沒有這個 這個多長 好像好像 有差不多七公里 我記得 如果這樣改善的話 那條路是不錯耶 在我們東河鄉 最起碼有一個運動的地方 有一個路跑的地方 有一個休閒的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請處長 這個地方 如果現況改善的部分 我們大概可以 從年度內的經費來處理 如果要 因為目前這一條路 路寬也不是很大 如果要透翻的話 可能要 就是納入那個 生活圈道路系統來開批 是 所以我們是不是 針對坑坑洞洞洞的部分 我們先做處理 透翻的部分 大概納入那個 生活圈道路系統 你要先做處理的話 什麼時候可以處理 那些坑坑洞洞的 是不是 回去我們針對 那個 年度預算 生活圈 就是相到系統 看還有多少錢 我們來處理 好 謝謝處長 處長還親自去會堪 非常的重視我們東和鄉 因為我們鄉長 都很重視這一條路 好 謝謝我們處長 處長還有一條 就是我們東二十三線 就是一K到三K加兩百 那個經費將近五千萬 對不對 現在已經開始發包了 現在施工了 施工了 對 對 對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個路邊的這個土地的取得 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 都沒有問題 如果這樣順利的話 那一條路有多寬 那這一條路大概是六米 六米齁 是 它至於一K到三K 加兩百 對 後面的呢 大概就是從九K 九K到十三點五K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是希望能夠爭取 那個發動基金的 是 因為它會 就這樣 十四點五K沒有 就不需要做環品 我們希望這個 就是分別來爭取 然後在九 九點五K之前的部分 我們就是 一年做 大概一年做一段 一年做一段 像這一次也做 2.1公里 沒有 大概 另外那四點五 做重化東基金 我們打算在 三年後呢 就能夠把 東二十三線 整條路透過完成 東二十三線 長多少了 十三點五 十三點五 到上德那邊 在過去呢 在過去是算東四十 就是那個 南山那邊 對 再接一九七嘛 對 如果這一條路 能夠通 那是最好 是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們還是要努力 這個七塊 而且這條線很漂亮 對 還是要努力啦 會 你看有沒有希望 有沒有希望 有 一定有 那幾年 如果這樣有希望的話 可以幾年 我就是 像去年 我們跟議員 都到 有到那邊去看過 對 我實用說在三年後 在 大概 一百零八年 我們就可以把這條路 全切都開避出來 這條路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 疏解東海岸車流 對 因為像活年過節的話 在東海岸都塞車 對 其實它那邊開 從太原 往 東二三跟東四城 開到台東 大概一個 不到一個半小時 就可以到了 對 以後有什麼比賽的話 路跑 好 休閒 以後不一定要走台十一線 那條路是最好的一個方向 對 最好三年以後 那個處長 你還是在位 我還是幫議員 好 那就謝謝我們處長 以上執行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劉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吳秀華議員 質詢尋 尋達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各位科事主管 大家午安 首先還是要請教 那個處長 吳處長 請你再站起來 沒有辦法 你很熱門 那個現場施政報告裡面 污水下水道系統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工程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頁 但是呢 其實這個 卻是影響我們民生 非常重大的一個工程 而且也非常重要 非做不可 那現在我 據我的了解是 我們的第一期的工程 就是大資本地區 這個已經完成了 對 現在進行的是 應該說大資本地區的第一期工程 大資本地區第一期完成了 那現在是第二期 對 那未來還有第三期 第四期嗎 大資本地區分兩期 第一期已經做好了 目前在規劃第二期的部分 就是資本火車站附近地區 這樣的話 資本地區就完成了 那現在是台東市的部分 對 台東市的部分 台東市的部分 順便跟吳遠報告 我們的污水淳禮場 就是東中跟太平溪中間 那個原來林務吉的苗谷那一塊地 是 那是我們污水淳禮場 目前最後的設計 在營建署最近會核定了 核定以後我們就會來發包 另外管線的部分 大概十年前就已經做了 就是從目前的 污水淳禮場一定地到 新生公園 三角公園那邊 主幹坊已經做到 在那邊 目前我們在施工的部分 就是傳廣路跟新生路 連結中新路 這個七塊的管線工程 目前在施作的是這一塊 那我看到了你們的這個整個報告 這個經費非常的龐大 光是第一期第二期 就要四十 將近四十五億的這個經費 那再來就是說 你們現在要施作的範圍呢 就是在於我們整個台東市 不管是人口稠密地區也好 然後交通最繁忙 就幾乎就是這一整個 非常重要的這個區塊 那再來呢 你們這個騎乘是要到民國一百一十六年 對不對 現在才民國一百零五年 還有十一年的時間 所以這整個騎乘是拖得非常的長 非常龐大的一個工程 那現在你們建設處是由哪一個科 是在哪一個科在做這個工作 我們是城鄉環境工程科 城鄉環境工程科 那你們有多少人力 請我們馬太長 我們科裡面正式編制人員 包含我是七位啦 七位嘛 還有因為營業署他全國 大家全國都在推這個護水下道 所以他會補助那個專業業用人員 那我們現在縣府是有分到四位 四位所以你們總共大概有十一位左右 在進行這個業務 那好你請坐我再請教處長 處長那您覺得因應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有沒有必要專門成立一個下水道的這個科 來專門應應這麼 齊承這麼長的一個工程 就您個人的看法 因為在我來講 我是覺得非常有需要 那在組織改造方面我不太清楚 那我想聽聽這個處長您的意見 我們的那個城鄉環境工程科的前身 就是下水道科 所以他們城鄉環境工程 他們的主要業務還是在 就是排水的問題 跟排 就是排水的問題 污水嘛 雨水嘛 就是所有的排水 所以他們主要業務就是 換個不同的名稱就對了 那十一個人力有足以應付 這樣子的這麼龐大的工程 所以處長您覺得是可以的 那您覺得是不是有需要再制定一個 這個下水道的管線的這個管理的條例 因為畢竟這個是長長久久的事情 特別需要 我們有訂的就是收費條例 就只有收費條例 對 到時候的收費條例 我想這個是必要的 那再來呢 我知道你們這個第一期的工程在資本地區 現在就有發生了一個這個 就是油垢阻塞了這個污水排水系統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是哪一個環節沒有注意到 原則上我們目前都在繼續輔導 算持續輔導 商家 是不是參營業者 你們要跟他強制做一個這個什麼 就是他要做那個 油脂接收器 油脂接收器 那我們現在是全面的是要求他們一定要做 還是說我們是用勸導的方式 目前我們台中縣的這個 目前還是以勸導的方式 以勸導的方式 所以沒有什麼強制的 規定就有商家一定要 那因為其實你看到你們才剛做好 然後就發生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是不是你們要換個方向去思考 對 關於這個參營業者 目前來講 我們營運三年 所有的營運費用都由那個 營建署來補助 這個部分大概三 就是從三年大概 明年 是明年嗎 明年開始我們就會 大概會強制那個 參營業者做那個油脂接收器 好 那這樣非常好 那這樣以後就不會再類似發生 對 同樣的狀況就不會再發生了 那再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開始要施作管線了 也就是宣告說 我們整個台東市的這個交通黑暗期要來臨的 我想這個是應該可以預期的 所以 我在這裡要特別要求處長 不管是在對於這個民眾的宣導也好 或者是說你們在安全上的維護 或者是夜間照明等等 這個部分 我想你們特別一定要花心思 來跟民眾做雙向的溝通 不然這個整個交通大亂的話 我想也對整個縣服的這個團隊的這個形象 施政滿意度等等一定都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是未來可以預期的狀況 所以我要請處長在這邊特別 就是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總之這個污水消水道是跟民眾息息相關 那請你們特別來注意 這是今天特別要強調的重點 那再來呢 我要請教第二個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南京大牌的這個計畫 助長因為我前幾天和這個水利會會長在聊天的時候提到這個問題 聽說這個計畫是不是最近有生變 有嗎 就你整個計畫 因為有附近民眾在抗議 我應該這樣回應我一眼 你請說 原來就是這一塊土地 它是立地 它是公共設施保留的地 依照規定政府要去徵收 因為我們台中宣傳沒有這樣的財源 它總共大概三億多 所以我們就經過跟水利會溝通 溝通是我們都市計畫變更的方式 把部分立地變更委員 農特產品展示後中心 因為有一些民眾對這個農特產品展示後中心 設置在那邊 可能會影響南京路這邊的一些活動 所以我們就在跟水利會談 談就是是不是水利會可以再找其他的 像水利會的土地也很多 我們把它們低價值 譬如說目前是農業區的土地 變更委履服服區 低價值變成高價值的 然後它回饋的部分就回饋 南京大阪的部分 目前這個切實的 就有這樣 還是照你原來的計畫 這樣還是你原來的計畫對不對 目前是沒有生變的 沒有因為民眾抗議 變的東西還沒有變出來 變的東西還沒有變出來 所以你們做什麼樣的規劃 我想也是適時的需要提供給我們議員 因為我們的訊息 比別人慢的話 那這樣子 因為就是要切實都變出來 對 有切實的進一步的計畫 也請處長這邊能夠提供讓我們知道 那所以說會定北路這邊 整個行政中心要移到這邊 像台中分局要移到這邊 有變動嗎 目前大概 警察局的部分大概確定了 確定 警察局的部分確定了 就是在 目前提議館 提議場 提議場的 那邊有個停車場 就是 台東公園那邊嗎 先做警察局 然後市公所想把 目前的那個中央市場 也簽到他們的市公所的土地上 好 那 處長你請坐 接下來可能要請教財經處長 這個部分 財經處長 跟台東地上合屬 所以他不是搬到這裡 那目前在座位當中 預計在那邊完成 是 那所以說原來的台東分局 跟護震這邊都會空出來 對 那市公所跟代表隊 據說是 現在有不同的想法 他們沒有不想搬了是不是 當初在談這個案的時候 他們有一頁要一起搬 那後來 警察局好像 目前 我知道是他們 好像不搬了 不搬了 那這樣子這一整個區塊 原本你是規劃 跟這個秀泰跟鐵花村 連成一塊 做成一個 比較大型的商圈 那這樣子您的計畫 是不是會有什麼樣的變動 那這兩塊 就是 台東分局跟 護震班友之後呢 這個地方 不會又要賣給財團 去蓋什麼飯店之類的吧 你們的規劃大概是怎麼樣 應該這樣說 目前 那個區域都還是幾萬用地 那自己說 未來要往什麼方向走 我想都還是 目前也還沒有計畫 還是必須要透過都市計畫的程序來處理 而且 我想在短期內 可能都還沒有那麼快 好 那一樣 我想 整個都市發展會 會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好 那一樣就是有任何的計畫 請你們隨時要讓我們知道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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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吳修華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田師兄議員質詢 許那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本身第二次發言 現在我來簽 我來簽 我來簽我們的榮義處長 因為 原生剛才我所說過 現在就請我們建設處 我們家裡 這是農業 這是農業 農業 農業的農業 工廠局也在我們的建設處 還有我們財政單 工廠局在財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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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廠局現在在財政 那裡有要因的 我來財政處 所以我們改變財政處 好 請等一下不要站著 不然我站著 不然我站著 問我們租民就好了 這是 這給我拜託一下 我們新的民意代表 是 可憐就在這裡 你們的觀眾那麼多科學 創作人摸摸就我們民營代表摸在燒了 真的是這樣說啦 因為這個條例就是說 你民宿蓋下去之後 我們當時 這些學校正的民宿 他也是去做的 但是也是去我們百夫親切 還是去我們本政府 出議這樣做 那麼出議五年之後 現在有去做的這個 好像說是我們主計室 有有有有 有意見就對了 主計室啦 是審計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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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主計室啦 是審計室啦 那就是主計室這邊有這樣嗎 不是不是 審計室是監察院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是我們這邊有意見啦 要是說那個 那個民宿 農舍啦 不是民宿 農舍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做生意啦 如果這位要去生意 就是 這樣就不會過了 就是我們有這位 我是覺得說 好像這個動作做得太大了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過 很難說的喔 因為 當代當初開始達 一個更濃厚的地方 現在達到 開始而已 我們反正就 一直不純心 而且 我們有一點 要做好事 你要去考慮這些 跌勢 真的50主義啦 你這樣做就沒在做給他啊 農工科現在沒在做給他啊 沒在做給他 他這八是要怎樣 他又踢踢別人 他又踢別人啦 他又跑到十五啊 我又看我看你這個 伯母科一平耶 但他這也間接到骨頭圍啊 他也是都下法 你這樣沒在做給他 他現在後面要怎樣 這個伯我是不是 我隨便一下 因為這個 我想我大部門都不是我的業務 這個領導會農業主要來拜託 我瞭解 我們現在是說農事 農事就是 你申請的土地裡面 你只能可以 去建築的部門 不管是農的部門 還是建築的部門 可以去百分之十而已 當初你申請的 八是就是 完全是去百分之十的建築物 現在你就 泡水泥的 還有其他農隊泡水泥 那我知道了 那泡水泥之後 你還要去建民宿的時候 可以建民宿 但是你建民宿的時候 就跟你說 你的農地沒有農業 他就幫我這樣 有的就是十八條 在那邊那邊嘛 對嗎 對 所以你當時 他去新建的時候 也是這樣建的 你也是這樣建的 不 現在就是 他那個 那個農路的部門 出入路的部門 他是拿到水泥去繳 醫藥再去做 現在你就 他做了 你現在去 什麼 他去大路邊啊 對 去大路啊 他是大路耶 大路的部門 要看他現在沒做的理由 是什麼 沒做的理由 現在就是說 他這個 他做 做我們開店 就是不可以 啊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說 我這個農業不關 相關 相關的 相關的行業啊 啊 你觀眾有做 他現在 他現在有種 有的東西 這麼多 不是我們觀眾裡面 有問題 跟其他的 跟其他的 親衆是不是有關係 啊 沒有 這麼多 那個 就是 很明顯 他政府是在這裡啊 他所有的 也在做啊 啊 這你們怎麼去查 喔 這是不是這樣 這麼不公平 對不對 當然這個 因為這個農舍 這也是我們 我們政府的 這我了解 農舍 農舍 它就是自用農舍啦 譬如我 我去新潮 是我個人 我要自己去用農舍 啊 所以你如果 做人去做什麼 他 譬如我 我來去 他 用我的農舍 去做生理 這樣就不行 因為那個農舍 規定是自用農舍 他現在 發問就是 他現在發問就是這樣說啊 對 那現在怎麼辦 滿尊合他的啊 應該就是農舍的 那個 新潮人 去新潮 要做什麼 事業嗎 你說什麼 就是 農舍是我 新潮的嘛 因為農舍 規定就是自用農舍 就是我自己用才可以嘛 所以 不能提供 給法人做生理嘛 啊 那這樣就不行了 目前在我的看法是這樣 對 不可以 我們 台南反正 我們當時是 鑽好人 現在你要叫他怎樣 整個投資下去 那個還這麼大 在那裡 當中沒有轉化的余地 應該是 事業不是可以換 就是農舍的 新潮人 用他的名字去簽 他那是做好人的啦 所以我想說 我今天要說齁 剛才有聽到我們 所以有一個局長齁 他在介意說 是不是我們財經單位 跟我們農業術這邊齁 跟黃昌國這邊 是不是大家 勢來公共的齁 你真的要替我們 六八成這樣 稍微想一下 因為 你們 你們一個局長 一個局長 做得不一樣 說得 他要辦他 他要辦他 六八成包四個 我來講 但現在還要叫六八成去辦 真的 你這樣 用的確定 這八成現在 反韓多大 我們現在兩百幾項 你我早上 你也帶來 有的家 就有的這個 他說 我們要做 我待會有 管政府 管政府要去處理 是不是 我建議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因為工商登記 剛才律師傅也在這裡 工商登記 是財政處的業務 是不是 交集協調 對 由財政處來處理 對 大家要去協商 說 我們 怎麼做好 你如果說不做 他也做五年 就去這裡 我們如果 從事前的部份 來做 在清清的時候 我們就拿來清清清 這個部份 我們 我們在最多的時間 來包含之前的清早 到以後的新清的部份 我們來聽書 來做一個協調 啊 快來把完成相關 比較多的規定的處理 是 現在是 就是 看要怎麼做 八成這個問題 大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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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你現在大廚 都不可以 這其實 應該是不可以 因為 委員會不會規定 啊 這 沒有 這 這 這個 這 這 怎麼做 那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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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說 因為我們的法令 糟糕很便宜 八十九就糟糕了啦 所以你現在說要聽 你要看 你整個要怎麼聽 所有人都要怎麼去聽聽啊 在我們相約的法令 應該是這個法令 慢慢來 慢慢來浮渡 是要怎麼去 要怎麼讓他們去 回歸之後我們就讓我熄 一天來就要開了 要發了不當時 你就是要看他 他說 胡說他嚇也是這樣啊 他說 我老公不接著要怎麼 就收起來了 我才三十萬人還給我 最多六萬人 說完之後就要發三十萬人 那是他 看來不是有所謂的部分 那家裡的部分 我這身人 如果我們清早之後他不好 不適合那個部分的影響 那個部分的影響 沒做 沒那麼好就可以啦 對啦 我是在感覺說 應該是用一個 輔導的方式齁 要唱一次 不要唱得快啦 真的說到這個 沒到一個派生 這不是 你可以聰明大事 跟你們都是相關的啦 我來接這個問題齁 這拜託大家大家協調一下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田施雄議員 我們今天最後一位 雄貴姐 好 謝謝 王菲隆也請兼時間 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aut 我來跟我們的副處長 請你來的工作 來收錢的 我來請教你 我們在這邊的吉他路 已經經過三四的館長了 我去市長完時代 我去拿去 到現在 不了了十五年 頂不去 頂不去 我講到拍攝 我都不講了 我有看到我們0301的在說 這幾個 這幾個 這段 這支吳三段 兩邊這個特寬 這幾條很漂亮 十一樓 到我像是十一、十四米 哪兩 那這樣 還有那個高人要謝謝 呃 呃 這個 那個 呃 呃 是 不可以洗 金社局要洗 但是那個土地的問題 他說 你們的地界不出來 他不才採討了 肯定我們說 給我們 所以說 那些京都跟一個人 在那個 紙貸路和紙貸路 所以說 你們怎麼到現在 沒有那個 說 大家跟他們說 經營的問題 我看他算出 我們的城鄉 城鄉貸展基金 就有那麼多錢 你們都不要 或是要開那個 要 議員來說 這個 這條 你咬不到一塊 好嗎 這個部分 我們 那個 應該是說 子宮所在氣爆的 優先順勢啦 優先順勢啦 那一隻米蘿 是說要做一塊錢 他不該煮啦 嗯 那一隻米蘿 那一隻米蘿 他也是在提爆啊 他就跟他說一塊錢啊 不是 他要提入那個 深喉間道路系統的 建設計畫裡面 像現在在做 那六支一 那就是 都是自公所提爆的 你們有在扶著嗎 你們有在扶著嗎 沒有啊 那就是我們 我們就扶著 我們就扶著 我們來扶著 我們來合照 自公所 我有投過代表 自公所 自公所說 我給你們 我都不會給你們 送出錢 你們如果沒有 我都會做到 家裡說 沒有錢 一個人 公眾所 就沒有禮貌了 啊 民政 民政 不去命 你們剛才聽他說 民政 比較不虛 我們 三張以外 我們算萬人會 我比較可憐 純性 所以我拜託你們 他帶菲氧索 幫他撈磁關節 去煮得到 你 later煮得不到 煮得到 煮才是 煮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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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煮到 煮到 煮到 現在是比較沒有的 一天前八台鴨車的處心 膏頭燒起來 這壁那麼大壁 他說怎麼這樣 我們現在就拍死人家要死了 還說不話說的 還說的 還說這 未來的都沒有在關心啦 這市宮 主持人啊 這點 請它 還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 還有一點 這個 這個 也是這個吉一如露到營爛 那條金魚在說現在已經通過了 沒有做到要做就對了 你敢知道那條有這個設計要怎樣 這就是至公所在做 那是齁 我有去問過 那條有設計 但是沒有設計的資本大牌 這個社馬桿大牌的 前村人說在我們大牌 那段的求人說沒有設計 他說我們水裡口的 那是啊 那你們沒有注意到 那有路都沒有求 做一條路要做什麼 你們有去注意到嗎 那這個保護我可以了解一下 那個水口 如果我們配合的 我們就做一個配合 那如果我們做一條路 那些人說要 已經說要配了也要做了 設計了 但是沒有設計那個求 我剛才聽得這麼知道的 他說 你做園園做三小 我們就 我們民主就知道 我沒有設計求 你還不知道 所以說 欸 主持人你也不知道嘛 對 我也知道 我是知道 現在你去市公所在做的 所以他們決定 你也不知道 我 你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我實在不知道嘛 所以說那條 那關他們 去的主意 好 讓我媽先處理 那沒有 那班求 這班了而已 那才十二求而已 所以說 要 我可以把它處理一下 不然齁 四角路做好了 還沒求 等到你們第二次 還要來做 還要拖了兩三年 這條齁 大家先注意一下 還有一條就是 說什麼呢 我們文台的新求齁 文台舟新的這條求這個 四角那邊 那邊 我來拖了那邊 我來拖了 對 對 對 所以說不可以 是不是還要 現在我所在 是先有條命令嘛 對 現在這 這邊 八頭這邊 有囤子 囤子出來了 我真的建議說 是 頂尾也就是說 正如我們這個 經理的時候 不要說 把你甩下放在 旁邊 八十一段 那 他沒辦法 又來這裡 我說你們沒有關係 我先 我頂尾就是 要叫你來拖 那些拖子 說的 不是說 你們甩下放在 那邊 水來的 又流動下來 頂的靈 我真建議 是用甩下 甩下 甩下 這條路 那條 不然現在 駕駛在那邊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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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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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 這條路 你用甩下 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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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橋 跟文山橋 拉平 安全 還要是 好看 對觀光 這事實還好 還有 對醫藥的 安全 擺水 到裡面醫藥 都甩下 這對我們的建設好 我說明一下 那個 剛好 那個 那一塊 還有32公頃的 溫泉專用區 溫泉專用區 那一塊地 目前是國有財產 目前是國有財產 管理的土地 我們縣政府 就是想 想就是 就是 透過合作開發 我們目前正在辦理 我們現在想把整塊 這32公頃的基地 全部都墊高 墊到跟踢網一樣高 好 那個 修廷我告訴你 那32公頃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你先把這條 我因為這個路 比較高 那樣 先把 弄好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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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要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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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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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車來 沒有辦法 拿去 拿去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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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 拜託你 是 好 謝謝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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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菲龍議員 讓我們今天可以在12點前 結束 我們 謝謝大家 明天繼續開會